大家早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主任秘书 许雅玲 综合规划处处长 李毅君 公务预算处长 许永毅 基金预算处处处处长 黄淑娟 会计决算处处处长 许一娟 综合统计处处处长 蔡玉太 国务预算处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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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 審計部審計長陳瑞銘 主任秘書詹美玲 第一廳廳長林魯林 第二廳廳長葉寅馳 第三廳廳長周瓊怡 第四廳廳長洪春熙 第五廳廳長林建志 第六廳廳長李錦長 副審室主任陳振雍 審計業務研究委員會執行秘書溫中元 審計人員訓練委員會執行秘書許哲元 關鍵審計議題發展委員會執行秘書林勝賢 資訊處處長邱團寶 總務處處長蕭瑞勇 人事室主任黃炳黃 財機室主任王雪玲 增峰市主任倪福華 教育農林審計處處處長李湘美 交通建設審計處處處長李毅勳 另外有關台北市桃園台中台南高雄基隆宜蘭 新竹苗栗彰華南投各區制的主任也都到現場 請大家一一了解一下 是 今日議程安排行政院主計總處及審計部進行業務報告 現在請行政院主計總處朱主計長進行業務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及先生本總處負責政府預算 會計決算統計調查及主計資訊約務 以下請就重要業務辦理情形提出報告 進行各位委員先進指教 就預算第一項就預算業務偶遠第一項 是有關於編制完成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送請大院審議通過 大院在12月去年12月19號完成三組審議程序 稅入增列160億元 改列2兆7252億元 稅出減列299億元 改列2兆8519億元 稅入稅數差短1267億元 連同債務還本1150億元 核共供需融資調度2417億元 以解決債務1571億元 及移用以前遠度稅劇剩餘846億元 約以米坪 而且已經後總統與本年1月8日公佈 第二項編制完成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損議 附屬單位預算及中紀表送請大院審議 總收入6兆8074億元 總支出6兆7634億元 盡力剩餘440億元 及繳庫2570億元 並以去年8月31號 隨同總預算案送請大院審議 也期盼大院能緊述完成審議 接著就會計決算業務來看 已經會編11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 及附屬單位決算及中紀表 編制完成中央政府 嚴重特殊傳染性會員防止及紓困 振興特別預算 以上各個決算 一旦過決算都按照程序完成 另外一個有關於這個所謂的會員特別預算 已經在本年1月15號審計不完成審定 審定稅入增後19億元 稅出8348億元 相抵後短處8329億元 以舉決債務8,029億元及以前年度稅計300億元米平 第二個按照既有的程序 都內部控制監督機制 這個是促使內部控制實質有效 協助順利達成實證目標 第三個統計調查業務 辦理國民所得統計 那112年度的這個經濟成長率 初步預估是1.33% 那至於今年的這個經濟成長率的話 這個是怎麼樣 因為民間消費隨就業市場持續改善 薪資提升推升家庭口支備手足 以及股市創高的財富效果 加上個人旅遊肉草 延續國外維繫消費功能 預測113年度國內經濟成長是3.43% 第二辦理物價統計 這個是119年度的漲幅是2.49% 那個是 就是 去年消費者物價整治CPI 叫110年度漲2.49% 主要是因為食物類的上漲 以及外食會的房租 以及肉類的上漲原因 那這個是 那本年1到2月的CPI 是叫去年的上漲 這個是2.3% 主要因為食物類及房租的一個漲勢 這個延續醫療費用也漲 以及娛樂服務業因需求 仍然上漲所至 第三個是 第三個是 辦理社會保障支出統計 本種次巡立 一千年底 辦編布111年度 社會保障支出統計 那社會保障支出統計 是2兆5342億元 佔GDP11.2% 平均每人是10.9萬元 就要110年度增加1181億元 獲得增加4.9% 接著是第四個 是辦理人力供需 構想抽樣調查 為掌握就業失業薪資等人力供需 我們巡力做這個構想的調查 113年度一月份的就業人數是 1158.7萬元 就要112年度增加11.6萬元 失業人數39.7萬元 年減1.9萬元 失業率是3.3億 年降0.19個百分點 第五個是辦理基本國資調查 那這個109的榮英雲木普查的總報告 以及109年度的那個人口期住宅 身心障礙的基因住民長治人口的補充報告 110年度這個是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目前已按照進程編制總報告 而且規劃114年度 農林漁木業普查的構想及方案 第四個就是 主機資訊業務 業務偶遠巡立辦理中央及地方相關 預算會計資訊系統業務 第二個辦理統計普查 及資料開放等業務 本總書開放的預決算及統計等資料 累計有1868項 上限後總共有230萬 餘人次瀏覽 16萬人下載 另外一個是辦理經費解報系統 資訊業務 目前已經推廣到448個機關使用 那大院第四屆 第十屆第八會及 規委員會會議的主辦事項 都已經會後大戶 共九項均以 大戶規委員會及相關委員會 在以上報告進行 各位委員女士先生鼎勵之子 謝謝 好 謝謝 現在請審計部 陳審計長進行業務報告 請簡短 簡短就可以 指揮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應邀列席 貴委員會報告 審計部的業務概況 主感榮幸 本部依法長理政府 及所屬機關財務之審計 多年來成名大院委員的助處 與鼓勵 各項審計工作 均能按照計畫執行 藉此敬表 由衷的感謝 113年度 依法分別損合 中央和地方機關 共有7953個機關單位 售租金額2兆 25兆 9千1億元 1 112年度 中央AEU辦理情形 年度總結算 之審核 110年度 中央政府總結算 記附屬單位結算 中央前瞻基礎建設特別 第三期特別結算 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失控 準性特別結算 本部依依憲法第105條 規定期限完成審查 竹轄市及縣市政府 112年度的總結算 特別結算 一經各地方審計促進 在法定期限內完成審核 提出之重要審核意見 兩千三百九十八項 半年 結算報告的查核 本部及所屬各地方政府 各地方審計處查核 中央及直轄市 上半年的112年 上半年的預算執行 提出重要審核意見 55項 審計 綜合績效 審核各機關 110年度結算及特別結算 今法修正 稅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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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結算 計增累六十億億元 減累四十四億億元 修正 稅出 諸出結算 計增累二十四億億元 減累五十億億元 二,绩效性损据,考核各机关之绩效,何有未尽职者,效能各低,报告监察案者65案,提供重要建议改善意见于各机关者240项,认为可提升效能和增进公共利益,提出建议意见1808项。 三,绩查财务上知为师,报请监察案处有11案,于宋司法机关侦办者6案,通知机构机关查明处理者100案,涉及刑事案件于宋司法单位者办理者135案。 三,更续强化监督洞察前瞻核心主领及创新价值。 四,更续推展,公民参与,一,强化咨询专家学者,近三年已完成专家咨询429次。 二,公开征刑民众意见,近三年征刑建设87件。 三,透过网站,主动提供损据资讯。 近三年发布154次1649则,五,更续优化中央政府总协算报告,续续优化综合施政议题的查合专章。 三,专章揭露,行政机关,优良实务。 六,导致新兴多元知性科技推展数位发展,导致新兴知性科技三维建物投资,电信人口信用资料,地质指示绘码等新兴通经技术,提升审计效率,建筑数位审计模组。 三,资源行政,损计行动办公服务,七,加强损资计资计专业发展资本,一百一十二年度,平均每位损资计人员,接受一百零八小时训练,测进数位住址学习。 一百一十二年度,损计工作的重点,根据加强办理重大输政计划及优关民生议题之损计,加强查核政府推动打击炸气气候变迁条式,因应超高领社会对策,及交通安全改善等政策执行情形,加强特别预算之执行之损计,一,中央前瞻基础建设,特别预算执行情形的查核。 二,中央政府新式战机采购及海工战略提升计划,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执行的查核。 三,中央政府预厚强化经济及社会任性及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特别预算执行之查核。 三,更细强,加强办理特种公务成效之损计,加强会营业特种基金之,作为运作效能之查核。 一百一十三年度,中央政府设有一百零四个非营业特种基金,总收之六兆九千亿亿元,固定资产建设,改良及合同预算一千多亿亿元。 本部当积极审核业务计划执行情形及营业效能,是加强国营事业效能之考核。 一百一十三年度,预算案总收之六兆六千亿亿元,其执行力量与约翰各事业经营成效及国家未来经济发展。 本部将加强查核,四重大公共建设计划一百一十二年,编列五千八百亿元,本部继续加强查核重大公共建设计划执行。 六,加强政府推动数位建设及数位转型情形之查核,促请提升数位政策推动效率与效能。 七,加强地方政府财政管理之审计。 截至一百一十二年度,各县市政府一年以上及未满一年公共债益已有,实际数七千五百七十四亿元,本部加强地方税日税出预算执行及公共债务管理之查核。 三,大院第十届,第八会期,各处会议中,委员提出口头事便执行事项,共六十五项,其中因事便答负责。 二十七项,夜韩报,大院财政与相关委员及相关委员,以三十八项列为研究办理及审核参考,是损计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促使政府健全财务助续,匡政,财务纪律,增进财务效能,以协助国家良善助理,补部当持续,加强推动各项损损业务,善计损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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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谢谢主席 是不是请朱楚记长 朱楚记长 朱楚记长你好 我请教,因为总统大选过后 那内阁已经进入啊 看守的阶段 那 总统当选的賴金德对内阁人士啊 应该要,应该是有展开在布局啦 朱楚记长 媒体对你的去留啊 有所评论,你自己也有定见 那我请问你近二十年来 这个在公务生涯的你的观察 为什么经济成长 没有办法完全转嫁到薪资呢 依您的看法 跟那个委员报告 这个跟那个产业结构有关系 跟产业结构有关系 因为我们的是一方面是在往高的科技 啊高的科技业,他们的薪资 所以说,因为高科技 带动那其他很多那些 一般的那些产业啊 没有拉上来 就是那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要 要利用过程措施 向最低工资的提高啦 啊各种的那个 把他的那个经营的环境变好啦 甚至提供一些社会福利措施 因为没有转嫁到这些薪资上面 甚至于连比例分配都有难度啊 那台湾人均GDP在2022年超过南韩 这是20年来的首件 是2022年喔 但是2023年啊 又被南韩返超 那主机 总处的官员表示 按照台韩今年的经济成长预测的推估啊 今年台湾人 人均啊 有机会再度超车南韩 那主机长 我们没有做这个估计 没有做这个估计 欸 跟大家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那个东西 因为台湾跟韩国以前是我们第一 韩韩国很多 最近呢 我们跟韩国是非常接近 那受影响的 在这边排 都说什么超越南啊 只要是看汇率的因素 去 呃 那个前年 我们汇率啊 是是贬值 比较小 去年是相对于贬值比韩国多 所以会有那个差距 那我们是应该跟自己比较 那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啊 最近几年来 平均都比韩国高 主机长 去年人均GDP换算新台币啊 将近92万 那请问你认为国人的薪资 有多少百分比可以达标 呃 那个是 我们大概是 平均的话 我们那个是大概有百分之 那个 那个是大概三十多四十左右 对 可以达标 对 主机长 大家看得到政府数字的经济成长 多数人的薪水啊 真的是跟不上 落后一大截 齁 那请问 多数人薪资水准低 GDP数字 所呈现出的这些消费水准高 齁 那请问主机长 对比数字和实际薪资所得的水平啊 难道你不觉得逻辑不通吗 荒庙至极吗 哦 那个没有逻辑不通啦 是说因为它的分配的话 因为有些 刚刚才讲过 刚才委员也提到 有些成长比较高 有些成长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应该是用 刚才我一直强调的 要用那个从分配的政策 所以提高社会福利的支出 而且也应该是 是做一些那个所谓的低收入户的一些补助 谢谢 主机长 是的 义后通膨的控制啊 似乎有成效 但是面对高物价 南降的这些多数百姓啊 都是苦不堪言啊 他们痛苦指数一直在飙高 在520新任总统就职之前 就政府准备 店价无差别的调账的大理 那主机总处认为CPI有影响 但是多数民众忧心的是 三餐啊 又要面临涨价的几率是很高的 主机长 面对高物价 政府无力来控制 面对店价的调涨 政府表示要反应成本 那准备对全民啊 两手一摊 大有占定了的心态 主机长 你认为民众对经济成长素质 能有多少的期待呢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您刚才有提到说 那个说台电呢 据我知道他们初步的一个规划 并不是说无差别的成长 还是 就是说 大户可能成长多 一般的小户可能成长低 还是有差别的 有差别 但是你看 其实最近你看 那些 包括眷保啊 甚至于挂号啊 可以让各医院啊 就是自己来调 那你包括店价要调 那你包括店价要调 那其实最近尤其 这些外食族啊 他们真的是 痛苦指数一直在飙高 因为物价一直涨啊 跟委员报告一下 政府控制不了啊 跟委员报告一下 痛苦指示法是 的确最近 最近 最近两三年 疫情以后啊 有比较高 可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啊 我们算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跟相对其他国家来比 对 但是问题是我们的薪水啊 你没有办法调嘛 对不对 因为喔 低薪人生啊 是多数民众的一生 这种宿命啊 政府 难道班的上忙吗 对 我们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的基本工资 每年大概 蔡总统就任以来 每年都有调升 基本工资每年都有 都有调升 而且公务人员的薪水到 这个八年来啊 也调了大概11% 其实齁 相对以前 只有八年只调3% 调基本公司 对外劳是最有利的啦 那其实对本劳齁 讲实在话 他要负担家庭齁 那你现在所有的物价都一直要往上调 往上爬 那讲实在话 我刚刚一直在强调 他们的透湖指数真的一直在飙高 因为你知道 你调 基本公司 最得利的就是那些外劳嘛 对不对 因为很多国外的他们 本来他们就没有那种 就是 呃 外劳所有的那些 我不是歧视他们喔 齁 我是说因为你没有 把这些工资拉到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个 基本工资在 在那个栏部的话 有些 的确 那个也是用基本工资 所以 基本工资的 调升也很重要 重要 我不反对 问题是 你喔 调了以后 实际上喔 跟物价喔 沒有办法比 那�所以说造成 很多元來 喔 你像最近那些外边外食族啊 喔 你随便买个便当 最少要一百二 齁 那根本 甚至于有一百五一百六 那你说 する 八十七十 就可以买到便当 你现在八十七十真的买不到 那個里董步 你知不知道 那个主委记长 当然知道 知道不知道 甚至於我自己去買那個巴勒 前一陣子 一斤巴勒 69 79 這樣子 你知不知道 是因為去年下半年雨季的原因 下雨的一個雨季台風的原因 那個巴勒是有 我看的真的嚇了一跳 巴勒香蕉跟那個 鳳梨都有高 你知道齁 所以說很多外食祖物他們要想吃個水果都很困難 搶吃菜話 因為另外一個巴勒去年也比較低 過去 你像香蕉很多20塊 對不對 巴勒也差不多20塊 你要飄到將近70塊 對不對 那些當然 他們買不起 痛苦指數就一直在飄啊 那個跟委員報告一下 目前是水果的價格是比今年高 可是蔬菜現在都已經跌幅很大 蔬菜 所以說多吃蔬菜 少吃水果 是不是 沒有這個意思啦 我這是要平衡的啦 那照你的意思就是說 蔬菜多吃 水果少吃嘛 對不對 其實齁 主機長 要爭議來考量 我們也講齁 主機長 經濟學人智庫啊 EIU的報告指出 紅海危機已經對亞洲出口的貿易 造成有重大的衝擊 內容並下修 今年的亞洲經濟成長率 預估啊 至少百分之0.2 齁 那請問主機長 就你的了解 經濟學人報告 對紅海危機的預估 你認為台灣是不是能夠置身事外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齁 那個不同的機構有不同的估計 但是有些機構啊 他們認為是說 今年的成長率啊 會比他們上一次預估的 是增加了0.2% 百分之0.2% 不同的機構也不 就是一估至少 整個經濟成長至少會 呃 百分之0.2%的 影響到百分之0.2%的 的那個指數嘛 是不是 是增加 哦 增加 對 那你認為 這個 用什麼方法 能夠降低損失 進而縮小 對台灣GDP的衝擊 也沒有辦法 那個 那個 紅海危機的話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的船隻通過 當然一方面應該有保險嘛 對不對 另外一個方面 我們也應該分散我們的採購的一個市場 那事實上我們也 你不要到最後變成 有的要去空運那個價格更高啊 跟那個委員報告 我們的油沒有經過紅海啦 這樣齁 我們的油沒有經過 大眾物資 黃小玉也沒有經過紅海 這樣齁 好 謝謝因為時間到了 謝謝 謝謝 下一位歡迎請吳秉瑞 吳委員 謝謝 主席麻煩請 朱祖記長 請朱祖記長 委員長 早 主席長 今天你的報告 裡面都各方面談到齁 我前幾天在網路上看到這個總體經濟學的學者齁 是的 他也在講這個CPI啊 是的 他的闡述說 一個國家 也不能夠CPI是不上漲的 對 像日本失落了30年齁 對 他的 CPI有的時候不漲反跌 反而是對經濟不健康 他的講法 大概說一個國家正常的CPI年增率大概是兩個百分點左右 算是健康 他這樣的講法不知道你認不認同 這個是很多國家都認為 如果是那個CPI一直是在很低 或者是那個所謂的那個是甚至往下的話 那個有些人認為是有通貨緊縮的現象 中國現在就是通貨緊縮很嚴重啊 現在中國大陸就是香港前些時候也是 那2%的CPI你認不認同呢 他說2%算健康了 他認為低於1%就已經不健康了 更不要講說mineas 對對對 我這個同意 違違的觀點 那當然他也認為不能高啦 高過3%他也是認為那就通貨膨脹了 事實上我們前年111年是2.95啦 去年是12.49 今年我們沒有考慮電價的話是預計大概是1.85 考慮電價的話可能接近 那個是我們認為是說並沒有所謂外界所謂有所謂的通貨的現象 那剛剛你就順帶就是講到電價的問題 是的 電價如果假設你剛剛講的我有在聽很認真聽說 對於這一些大戶 跟一般的民生用電 可能 將來政府在考量的時候 所上漲的頻率是不一樣的 對 所上漲的一個幅度不一樣 對於那個一般民生用戶 或者是小電戶的話 他們據我知道他們規劃的方向 是用比較漲幅比較低 所以對於那個大戶尤其對外銷那個是什麼 我舉一個例子 大家都說台灣的護國神山台積電 台積電大概是佔台灣用電的八個百分點 對的確他們大概一年的用電大概一百八十億度 一百八十億度甚至到兩百億度 對接近 那現在一個問題是台積電怎麼賺錢 台積電一年 幾乎賺一兆台幣 盈餘啦 對 幾乎啦 前年 那我們的電價是工業用電 一樣民生用電一樣都是 等於是在補貼的狀況 現在的成本 如果照台電的說法是一度大概是四塊左右 四塊多一點 但是大額的工業用電啊 三塊三毛錢 對 那是調帳之後 希望能夠接近成本 因為想 整個國家 用台電政府無論是用補貼 或是用增資 都是用公共的預算嘛 結果 這個錢 拿來補貼這種 獲取非常高利 利潤的這個公司 台積電那麼賺錢當然很了不起 他的科技發展也非常了不起 這個我們都非常稱讚 但是 他既然這麼賺錢 就不應該 電價再由全民來給他買單啦 這樣的觀念不知道你贊不贊成 的確是 事項委員所講的 事實上台積電他們也 很努力在在節電 也很努力的在這綠能 也是購買那些綠能的 他節電在綠能 我贊成 對他公司也有益 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 像這樣子的超高壓的 用戶 可能還要再區分 他的公司是很賺錢的 是在現在走在產業的 時代的尖端的 跟剛剛講到 已經在跟這個中國很大量產能 輸出導致在做紅海競爭 這是另外一個紅海競爭喔 我只說了這是競爭的紅海 像 舉個例子中鋼 他如果不去改變他的體質 繼續做大量的鋼材 光中國那個鋼的產量啊 就把它壓死了對不對 那中鋼一樣也是用電量很高的公司啊 對事實上 據我了解到那個是 他們是有分 分那個 就就是說 分那個所謂的一個 那個情況 就是說 越大的 他的 那個 越大的越賺錢的 越不應該得到補貼啦 的確是對 因為 給他補貼啊 有一點就變成是用台 如果說我們又補助台電的電費 那就有一點是補助外國的消費者 謝謝 那 如果是這樣的觀念的話 我要衍生喔 我繼續引申啦 是的 當然就是要協助 政府如果有多餘的錢 要來 這個 要來去跟 台電這樣 要去給他補貼的話 我想補貼不是真資喔 補貼 補貼 更要去照顧到民生 還有小店鋪 還有這個 用電量比較小的這些消費者 對 相聚焦的用電 他占價的比例 應該相對 因為政府的補貼 而把它壓低啊 對 我剛才答覆林德吳委員 裡面也有提到 那個目前的規劃的方向 就是說對於小 對於那個民生用戶小的 因為他 店有時候是民生必須品 對於那個是 小規模的 那個是 那個店鋪 他們都有做一個 規劃 這是店的問題啦 是的 那兩年前 幾乎是4月 在這邊跟你請教 是的 不敢 那個時候 對於這個 國中小的營養午餐啊 對 那個補助費用的拉高嘛 對 一般是拉到10塊 但是 偏鄉是拉到14塊 對 那這兩年來 你剛剛講CPI有2.9幾的 有2.6幾的 加在一起又超過了5%的CPI 對 在這樣的話 這個食物類 都是上漲的比例 比平均的CPI要高一些 對 的確的 我們最早是6塊 贊成 應該今年 對於這個 對於 中小學 小朋友的營養午餐的 這個補助金額啊 是不是應該要再略微提高啊 對 那個補助金額 我們可能要由那個是教育部跟那個那個 農委會的那個單價 他們因為比較熟悉 事實上我們有6塊 調到10塊 冰箱10塊 對14塊 那我們113元度啊 有編列38億 叫早期的 138億 叫早期的26億的 那我們 也同 有一個營養午餐的 菜單 另外一個 農委會的 代理主委 有跟我提過 是不是可以考量 再 再做一些 就這個 再考量 再增加一些補助 希望 因為決策者最後不是你啦 但是希望把這個意見也帶回去院裡面 因為這個 的確 我們把我們的年輕一代的 小朋友的身體 照顧好 對我們國家未來有非常大的幫助 不是說你贊不贊成 是不是應該反應 我非常贊成 那個 那個陳代理 那個部長有跟我談 他有一個構想 讓隨身的營養的能夠 那個品質更深的提高 對啊 尤其最近 台灣這個死安風暴 還有系統性的問題 從中國進來的東西就是很有問題啊 從以前又一直講 這樣 中國那個國家最不重視死安了 就一堆人簽了要去抱中國的大腿 又搞了這個東西讓大家是 恍恍不安啊 最近的這一個什麼蘇丹宏事件啊 也是 百事不爽 同樣的都是同樣的狀況 再來我就是再問一個 你的報告裡面所點的東西啊 台灣這兩天三年來的超額儲蓄率都很高 對 今年你有預估超額儲蓄率甚至會到3.8兆 對 那 超額儲蓄的一個問題就是 相對於你的儲蓄那麼多 你的投資明顯不足 對 那民間的投資 政府一直在呼籲要提振 也提出方案再提振 但是人有不足的時候 公共建設在適度範圍內的投資增加 是不是也是應該的 對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事實上超額持續啊 有那個國民所得的很等式的話 它超額持續是指持續帶於投資 事實上S減I啊 就是等於出口減進口 所以我們只要有那個 出口的順差越多 我們的超額持續就越多 新加坡也是這樣子 我看那個瑞士他們也 也都是這樣子 當然我們的附加價值越多 那個出口順差越多 超額持續就越多 不過這邊的一個 超額持續是S減I 我們他們現在做的統計啊 學界所講的統計 都只是實質面的投資 事實上有些投資啊 要把金融投資也應該算到裡面去 就是說它有實質的投資 就是機器廠房設備不夠 可是那些錢啊 它要都去運用 就像我們的外衛存體 去買那個 買那個美國的一些 那個所謂的那個 那個公債 同樣是有賺起那個是怎麼樣 外匯 所以說我們除了實質投資以外 金融投資也應該努力 新加坡有很高的超額儲蓄 可是他的金融理財也很好 瑞士也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的法令的保守程度 沒有辦法像他那麼open 那我因為時間很短 我現在最後一個問題 跟你強調一下 小弟在立法院 從開始到現在已經經過20年了 我們政府的公共建設的支出的預算 早年比例是比較高的 到前幾年變得很低 這幾年又慢慢恢復出來 因為有特別預算嘛 有前瞻基礎建設嘛 那我的意思是說 在財政如果你的財政 假設我們每一年的稅收 真的都超過預算數那麼多的話 也要有一部分拿來做公共建設的投資啊 這一部分是提醒你 最近幾年我們連那個所謂的 特別預算跟營業預算 包括在裡面的話 我們的那個投資啊 都有大概是怎麼樣 百分接近百分之十的成長率 接近百分之十的 那這樣我希望把這個 繼續努力 謝謝 院會的時候也可以 如果有意見溝通的時候 也可以表達 謝謝你 感謝努力 謝謝 下一位請賴世保委員質詢 謝謝 謝謝主席 我畫個順序好了嗎 今天沈記長來這裡都沒有表現 沈記長先來這裡 陳沈記長 委員好 你好 主席跟審記其實都相對冷門啊 但是 但是好像沒有比主席更冷門一點 但事實上 你比主席更重要齁 來我們先看一個你的報告 你的報告呢 100 就在112年度 你看111年度 你就針對一個 叫做政府推動重要社會發展計畫執行情形 然後這裡面 身心障礙 兒少的受虐比例 持續的攀升 持續的攀升 大概每一年 身心障礙的兒少 就是本身有 本身是handicap 身心障礙 那大概 每年大概1000個 1000個 受虐 身心障礙的兒少有多少呢 大概5.2萬人左右 身心障礙的兒少5.2萬 但是受虐的1000人 每年一直成長啊 這是你的報告 圖表我今天就不列了齁 我都是根據你的報告來的齁 那我給你一個數字 一般的 一般的 我們台灣全國的兒童受虐 有多少人 一年 你知道嗎 大概1萬人左右 超過1萬人 所以大概 每10萬人40個左右 就狩獵了一般的 不是只有身心障礙的狩獵 這個數字 你已經提出了 你的報告 在113年 在113年 上個月 2月17號 你講的 戶或者母 20歲 的 6歲以下兒童 也就是這個6歲以下的兒童 他的爸爸媽媽是沒有滿20歲 沒有滿20歲的 兩年 弱勢兒童主動關懷方案 這是外務部提出來的 未能落實辦理 你可以修理衛武部 跟衛武部 提這個六歲以下的 弱勢兒童 的一個照顧 沒有落實辦理 行情衛武部 研磨改善 我把這兩個 都是你的報告 你的一個審計報告 我覺得我讓你 表演一下 表現一下 你對衛武部 有什麼進一步的要求 最近 衛武部給盯了滿頭包 蘇東龍使得安全 然後又來一個 狩獵兒的事情 都是 轟動整個社會 兩大事件 衛武部就一路擺爛 等於是一個看守政府 現在變成無政府動態 的一個標竿 就是衛武部 來你講一下 衛武部的業務 相當的複雜 關係到人民 你的業務也很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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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業務也很複雜 我的業務是在後面 他的衛護部 他的衛護部的業務在前面 所以他受到的衝擊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都會提醒他 這個地方要注意 尤其很熱術的地方 他都沒有注意 已經二十七 到現在快一個月了都沒有注意 沒有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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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打我 說我提醒他 這個很熱術的 我們要做注意 對這個民眾 會產生 以後會產生一些受惠問題 所以我們都會提醒 他有沒有報告給你啊 他會 他會 不是啊這個結果就發生了 你看二月十七 今天不到一個月 一個月的時間 發生這個烈頭案 就代表他執行的不徹底啊 因為我們的 二月二十七的意見鋼器 他可能還在 在整個 他要針對蘇丹龍的事情 你有沒有列案去管 有沒有 蘇丹龍的事情 一百一十三年度啊 對蘇丹龍 他因為關係到民眾 民眾很大 會前面調查 蘇丹龍你 沒有專案調查 蘇丹龍 沒有立案專案調查 不只蘇丹龍 我們整個 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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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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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講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蘇丹龍 還有什麼 我們沒有 就 品項 我們就他整個制度 整個像 沿頭管理啦 邊境查案啦 那你們現在查到 蘇丹龍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我們說蘇丹龍 因為他是個案事件 他會和整個 不是個案 是全面 在座每一個人 都講到 那個和沿頭管理 和後市場積查 都很重要 所以現在 衛福部已經在做沿頭的積查 做後市場的積查 你審計 你審計報告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我這個時候 大概我會 六七月會做 會整個查完 查完會寫報告 大概我會寫在我的 一百一十二年的 損核報告裡面 7月份你的 中對蘇丹龍一定出來 是不是 蘇丹龍我們會順便了解 不是順便了解 專門了解 現在大家 全民 大家說 剩下死了 好 這個委員這樣的要求 我們照委員的意思 7月 我們會有一個報告出來 六月底前 好 六月底前 一個報告出來 好 其實老師有六月底 我就不穩定了 這個沉淺人工 一個月就可以結束了 我們是做的 系統性的查合 會比較複雜一點 好 謝謝 我們要請那個 竹竹記長 主席長 喂 主席長 主席長 有 你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 我沒有接受專訪 媒體訪問你 你說確定不做了 沒有 他們 我是在 上次國民所投評審會的時候 我說 也 可能是最後一次 對 所以現在撞回來喔 所以 現在撞回來 那一次你找你做 你要繼續做喔 我沒有說可能的 我的派令只到5月19號 跟委員報告 不是啊 確定沒有 你現在撞回去 你原來說 因為我看了媒體說 你不做了 你也告訴你 你不做了 結果公開查合說 沒中喔 沒有任何人 沒有任何人 沒有任何人跟我提 未來做不做 然後我在這邊講說 我不做我不做 那個好像太矯情了 謝謝 萬里真的找你做咧 蛤 萬里真的找你做咧 對 我覺得我這八年了 已經該休息了 中華民國有很多人 失火之後 像我們下面就一堆了 所以你可以講 Enough is enough 夠了 是不是 蛤 Enough is enough 對對對 Enough 這個同意喔 對 那個是 我當然好了 我希望一下 當然有另外一個解讀啦 啊你也知道 我 有另外一個解讀是說 你以退為進說 主席長我不要走啦 啊你還要叫其他的歌 我可能就要做了 欸 齁 財政部長要去做 怎麼會到啊 欸 拜託我要進到哪邊去喔 財政部長啊 可以嗎 欸 財政部那個 那個有更有能力的人 好 這個東西問這個 老實講是 好 不提這個事情喔 提到一個事情呢 這個 這個CPI GDP 大家都問了喔 我覺得只有點一個 你每一次預估都比其他的 比如說你預估的 央行 比INF都樂觀 欸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在同一個時間點 每一個都一樣 啊 因為我們預估的比較早 他們就在後面修正 所以他看起來好像 所以他們比較準 你比較不準 他們比較準 你比較不準 我比他早一個月預估 所以比較不準 對 那 所以比較不準 欸 所以是說 因為那個是怎麼掌握的事實 你回答我啊 掌握的事實比較多 謝謝 所以你比較不準的 聽 沒有 沒有 我比較準 他如果說跟我同一個時候預估的話 我們就沒有說走 我要請教你啊 是的 那個前瞻 現在剩多少錢 前瞻 前瞻的話 如果第四季結束 好像是上 不是好像 就是剩下幾百零四億元 今天底就結束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要到今年八月還是七月 對對對 今年七月八月結束 對對對 所以七百億就腳庫了 明年 明年七月八月 明年 明年七月八月 明年七月八月 對對對 那到底到底是什麼 哪一方面 執行落後 怎麼會 還是七百億 前瞻沒有 前瞻沒有落後 因為本來就是 最後就是 大概八個月 就是本來 他前瞻不是從蔡政府 第一天任期 就開始做 是到他的五 到七八月才做的 那你有沒有鼓勵 其他的人趕快來申請 現在可以申請嗎 那個七百億還沒有 還沒有定案 這將來是有過不定 就是有七百億還沒有申請的 嘛 對啦 那個是 那個是要他過部位 哪個項目比較多 沒有 沒有哪個項目 我們是看需求的情況 我定 那是哪個部位 可以申請 那個是什麼 那個前瞻基礎建設裡面 有時候 那個八項 都要符合前瞻基礎建設裡面的 那個八項 都可以申請 好 最後一個我跟你講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很嚴重的問題 台電資本額原來 在112年1月3千3百億 我們立法院通過給他1千5百億 所以變4千8 那今年又增加1千等於 要5千8 然後呢 我請問你 一號 經濟啊 那個退稅的 我們給5百億對不對 對 5百億不是資本 不是增資喔 補貼 燃料費用 對不對 好了 他現在1月23號 上上個月 他到行政院開會 你有在嗎對不對 你在嗎 我忘記了 你還在忘記 你去載率 拜託 他向陳奎 陳建仁報告 開訂了說 要再爭取1千億的補貼 不是增資喔 他現在資本額已經5千8 加1號給他5百億 現在增加1千億 陳建仁指示足跡總處 趕快核算 你核算結果怎麼樣 那個是他們的一個討論的過程 討論的過程 最後的要看那個經濟部提來的方案是多少 我們才能夠做決定 你要不要給他 他說如果 爭取不到1千億的補貼 就要大幅漲電價 台電口號你 那個跟那個委員報告 台電口號你 口號全民 那個所謂的大幅漲電價 都我們相對於其他國家比較起來 那個是小五 是小五 10%是小五嗎 沒有那個是 我沒有聽 我不曉得是10% 我不曉得是10% 聽到是11% 沒有 我沒有聽過10% 11% 媒體你沒看 媒體叫11% 媒體 我不曉得是誰 媒體熱血了是嗎 我沒有看到方案 我沒有看到方案 沒有沒有 所以我要跟你提醒一點喔 台電我們一直給他增資 一直給他增資 往後呢 給他補貼 以後 經濟給他補貼500 現在要跟你要1千 還要漲價 台電敢由你煮 對不對 剛才 委員提的很好啊 吳平委員提的很好啊 像台積電錢攤這麼多 股票一直漲 結果他用的電 用的都是台電虧本賣給他的電 這個東西 老實講 要區別嘛 是不是這樣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台積電也很努力的節能 以及這個綠能 我應該給他鼓勵 我要請到最後一個小問題 讓你知道一下 台電這樣子一直增資下來以後 台電有一萬個左右的小股東 大部分都是台電的員工家屬 買的變成壁紙啊 委員跟那個委員 您應該知道您營氣管的 增資跟那個補貼最後禁止都一樣 什麼意思我彈補 禁止一樣 你增資是在補充權益裡面 啊那個所謂的補貼 是要未分配言語 或者是他 補貼以後就賣掉 補貼要當肺炎的用掉了 下面要誰跟你扯扯 都是一樣的 沒找時間來跟我討論這個問題 你這個亂講一套 這個 沒有沒有 委員你看看 你看看你以前寫的書 就知道 書面補充資料 好謝謝 再來質詢請郭國文 郭趙偉 主席有請陳審記長 跟朱主席 陳審記長 還有朱主席長 我先問 朱主席長 朱主席長 沈記長 為了 沒有我先問 沈記長 沈記長 沈記長這個最近台中市政府 這個 左手這個賣土地啊 右手又降稅啊 之前呢他在109年的時候 這個降了這個公告地價 20.06% 本席跟他粗固一下 一年的稅收至少少收17億多 這8年至少少收136億 然後呢 又說沒有錢 所以說呢 他要賣土地 今年又賣了86億 如果再加上之前的話 他總共啊 已經賣出啊 1750億超過的土地啊 這一頭有一個問題啊 審記長 你有沒有去想一想啊 這個土地的處分方式 難道只有販售而已嗎 難道沒有其他的方式嗎 譬如講聯合開發啊 或地上權啊 等等 你有沒有去約束過這些地方政府 這處分土地的作為 或者了解它的比例 或者帶動了周邊有沒有土地的 一個炒作的可能 沈記長請說 這個部分啊 我們 多多少少都在了解 多多少少都在了解 我看喔 到底多還是少啊 對啊 對啊 多多少少都在了解 監察院啊 他們的誠意啊 整個把這個土地都送了 那你要審記部啊 你要跟我扯到監察院 我現在問你看 你到底有沒有統計啊 這個部分我們在歸納啊 你歸納 我問你你才會歸納 那你平常都沒有在歸納 我就問你嘛 你手頭上有沒有三年以來 地方政府出售 出售土地的方式 比例 坪數 價格 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 有沒有 這個部分沒有 沒有 對啊 就是沒有嘛 所以多多少少 就是都夠按 剛剛委員提醒我 要有整體性 對 謝謝 站在審記部的高位當中 你要去思考 這樣的土地處理方式 只有單一的販售土地 是不是有土地特定對象的一個嫌疑 或帶動地方的這個土地的炒作的可能 我們會做 因為委員都 台中市政府做一個非常錯誤的範例 該收的稅金 他不收他要當好人 然後結果就會賣 販售土地 搞不了A土地 B土地 賣了A土地 帶動了B土地的價格 你有沒有去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 那你怎麼處理這些問題 這 接著你有沒有可能 好 你都沒有做統計的話 那本席要求你啊 你看就要做這三年來或五年來 地方政府 處理土地的這個坪數 還有方式 還有金額 到底是造成什麼樣的社會影響 可不可以做一份報告給本席 可以這個委員的建議非常的好 然後呢 就做啊 多久啊 這個因為是前面性的 你給我一點時間 一個月可以不可以 一個月太少 一個月什麼太少 太少了 一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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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半月可以不 差不多要 一個半月 六月底 六月底啦 太久了吧 六月底 現在三月你先給我折六月底 因為要解決一個事情喔 我們還是要深入 兩個月然後 連同改善的方式也 都幫我處理出來好不好 好 就 有一些行政作為喔 我等了喔 我等了眼鏡再擦亮一點 看你什麼行政作為 來來 換主席長 行長請回 好 行長請回 那個 主席長 剛剛喔 那個也有委員在問這一個 有關於前三五期的部分 本席問你啊 會不會編 目前的並沒有說不編 目前並沒有說不編 目前也沒有說要編 那應該按照正常的是要編 正常應該要編 因為那個前瞻的那個條例 就已經講說 是八千四百億 對八千四百億我們還有七百億嘛 到明年的八月還有七百億嘛 七百零四億 對 還有那個七百零四億嘛 然後聽說是不是 顧慮什麼五二零的狀況 所以說到現在還沒有排版定案 沒有啦 沒有 本來就應該要編了嘛 例行性的那個過部分 例行性的八個項目都要編啦齁 但是本席要提醒你一個部分齁 是的 過往因為地方的這個財政問題 配合款的問題 或諸多計畫提出的問題的結果 變成啊 有特定的縣市別 拿到比較多的前瞻預算 你有沒有做過這種統計 我們在那個購縣市的那個分配我們有 我們可以一份資料給委員 我跟你講 不用本席大概稍後了解了 過我們一直強調所謂的南北平衡啊 但事實上呢 就結果來說呢 其實只有北高平衡 南北哪有平衡 台南的前瞻計畫 那你還要的軌道運輸給我拿到一塊而已 拜託耶 我也不會 對台南特別那個人 特別不好 因為結果來說就不好啊 對台南人啊 對啊 你又敢說你台南人 你白好人 我算不知你白好人 問題是 你也先不要再批頭一個嘛 轉說來說的話 軌道運輸才拿到一億多 我是說你第五期的部分 有沒有思考一下 前面市區分配很多 叫他們不要再來要了 可不可以啊 對啊 對 對 老國有百人嘛 對不對 要達到真正的南北平衡嘛 有沒有可能 那我也期望那個時候 台南市所提出來的計畫 能夠完整一點 能夠受到那個中央過主管 對 你待會後你就可以打電話給黃偉哲 對啊 就是這個問題嘛 你要考慮到一個區域平衡發展嘛 不是誰來申請你就送給他嘛 對啊 你要考量一下 誰拿得比較多 誰拿得比較少 然後前張計畫八千四百億都 局中在少部分縣市的 哪有這種道理 對不對 是前瞻的這個目的嗎 齁 那個主委長 麻煩你注意一下 可以不可以 應該 還有啦 還有很多問題要跟你請教齁 不敢 這個 有關於這個CPI的部分齁 是的 對不對 不要說你跟央行比較啦 我就跟您個人 這個之前的預估 2022年的時候 你預估啊 2023年的時候啊 是1.86 那2023年實際值是2.5% 所以誤差值大概是25% 那民生的CPI 今年是降到這個 2月的部分降到3.26% 但是月購的CPI齁 還是一樣上升到4% 那你今年 預估是今天1.64% 但是我要跟您提醒的是說呢 目前的這個相關的這個 外國際的情勢並沒有改變 戰爭如何持續進行 預計這種CPI還是會持續發生的情況底下 民生的CPI 似乎也應該公佈一下 讓大家會比較了解 這是第一啦 第二個部分呢 影響這個CPI的部分 我們過去有一些作為 包括營業稅 關稅等等的一個免稅的方式 到3月底 黃曉玉等等就已經要到齊了 可是我了解的部分 好像到現在為止 穩定物價小組都還沒有開會 就我了解的狀況如何 都有定期開會 都有定期開會 什麼時候要開會 都有定期開會 定期開會 可是到現在3月底就要到齊了 下禮拜開會 下禮拜 什麼時候 下禮拜 20號 20號 那您的主張怎麼樣 你覺得這個免稅 那個是我們去看那個是 他那個 的那個 那你會不會希望這個黃曉玉 黃曉玉這個免關稅的部分 持續進行 那個召集人是 政府院長 我想說他會 我知道 我問題是說 你看到這些CPI的數字 你會不會建議說 為了避免這個CPI 繼續攀升 那相關的一些免稅的 作為一個持續 大家可以討論 然後 政府院長會 沒有 數字你最了解 我在問你的態度 才是 沒有啦 我的態度沒那麼重要 謝謝 你的態度很關鍵啦 主委長 你這時候你都變得不重要了 那個 整個趨勢你最了解啊 我是希望說 你要考量 要CPI 持續攀升的狀況底下 政府該做為應該持續啦 是的 我這樣建議您啦 謝謝 好 另外一個部分 同樣的 也是CPI的CPI部分 你今年開始有 這個公佈所謂的高齡CPI嘛 是的 高齡CPI最關鍵的 其實是有關於社會給付 特別是高齡項目的部分 所編列的預算 我看到高達一兆 一千三百五十七億 我請問你一下 你這一兆 一千三百五十七億的部分 是按照CPI的這個部分 還是用高齡CPI部分來編列的 這個是按照一般的CPI 不過我要跟那個委員報告 如果高齡CPI按照過國的話 它有時候會下降 它有時候會下降 像油價高漲的時候 那我們可不可以定一個折優處理啊 這個可以考慮 可以啊 因為你就是要給付嘛 你給付的精神就是要照顧人民 照顧高齡嘛 不過跟委員報告 我們只是提這些指示出來 因為這個林剛才講的 連這個圖案裡面 圖裡面講 老農國民年金官保給付啊 這個是他有過自的主管機關 他有過自的法令 你要交給他個別主管機關 但是預算編列是在你的手上啊 我沒有那麼大權力啦 我不能去預算編列 沒有 我算過啦 其實依照老農津貼的話 那個老農津貼的話 他是可以增加的啦 我有算過啦 你自己私底下再算一下 我建議說你這個部分 不能從一個高齡CPI部分 來做一個思考 可以跟各部會來討論一下 可不可以 是的 好 那接下來齁 那個主委長 是的 這實質的薪資齁 連續四年下降耶 連續四年耶 應該沒有四年啦 我可以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我算起來是連續四年下降 那個我們在這個是 我算一算齁 這個從最近的這個 這個明目薪資再算一下CPI的算起來齁 實質薪資齁 一樣持續下齁 我們最近八年齁 他的實質薪資增加530億元 相對以前一個八年 最近八年加532元 你覺得這個很驕傲的數字嗎 相對以前一個八年 只有增加80億元 只有增加80億元 沒有 你這個數字跟我數字差很多 我們會有可能要好好討論一下齁 我會把這些 因為八年增加532元你還講那麼大聲 可是上一個八年 實質實質 什麼有上個八年 我跟你算最近四年 你給我算八年的 而且你如果從這個 所謂的這個 那是平均每年 對不起 那一個平均每年啦 平均每年 我這個越夠CPI來算的話 他實質甚至搞不好還跌破四萬耶 不不不 我講錯了 那個是平均每年530幾塊 平均每年 平均每年增加530幾塊 對530幾 平均每年 我們會後來核斷數字 即便你每年增加530幾塊 還是非常的稀少好不好 相對前面的八年 只有八十幾塊 相對前面的八年 好了 你要比前面的八年 我在比現在實質的感受 跟生活上的所需啦 嘿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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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代會委員 代委委員 乖乖喔 是 謝謝主席 有請那個沈記長 請請誰請出租部 这个P2P的业者的纳管的一个问题 那审计部在3月5号 那你发布了一个新闻稿 要求金管会要强烈的来监督 P2P的一个管理 那你要求那个金管会 就是对于网络上 那个借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监理 它你需要加强 那部长 那个你认为你认为就是说 应该要怎么样的来管理 因为这个委员是这样 因为那个世界经济网络论坛讲 未来的那个假信息的诈骗 是我们未来风险的 未来两人风险的所谓 所以这方面打击诈区 这个变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一个 因为他诈骗了 金融就很重要 所以我们去查的时候 对省记长你也看到了 这个金融的一个危机 如果我们这个钱收不回来的话 其实会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 那你再看下一张图 租人业跟P2P的是非常类似的 其实它只是在于资金来源的一个不同 那就是说 P2P是来自于就是资金的来源 来自于民众 租人业来自于就是银行 它从银行的这个行库里头去借 那目前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说租人业从公股行库里头来借 就借了一千六百一千两百六十八亿了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利息上的一个差别 那个联征也没有 用户的一个资安的调查也没有 可是相对的就是说 这个P2P有金管会管 那朱镇燕呢 你认为应该有谁来管 这个委员非常的深入 整个这个金融上面 整个能够有一个套 都兼顾到 整体上非常好 所以委员这个提出来 我们会进行整个了解 有谁来管啊 这一个部分 你既然已经赞美我说 我讲得非常好了 因为这个话我们会提出来 我不知道朱镇燕应该要有谁来管 行这个去衡量 这个到底 这金管会 你也没有曾经提出来 因为这个我没办法带行政机关 扯收谁来管 有没有曾经你提出来过呢 这个就是我刚刚退伍委员的之处啊 就是他 你能够再深入到这块 这个我们也没有提出来 你现在讲的是P2P是由金管会来管 那朱镇燕 你有没有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 是由哪一位监理机关来管呢 这个部分啊 本来这是民法上的一个问题啦 对 但是这一个可能我们会把这个意见 或者委员也把这个意见 所以你一定会告诉我嘛 这是民间之间的借贷关系嘛 是民法嘛 对 他虽然欠缺了真信跟账户资料保管的不透明的问题 好 你已经都知道这些问题在哪里了 那谁来管 是不是应该做一个积极上的一个建议 这个原则上啊 我们尊重行政部门 但是我还想啊 应该如果前的事情啊 尽量因为我们有成立了金管会 尽量由金管会统策 会比较整体 非常好 沈记长 你也看到了哈 这个其实你 你不能放任就是监管的一个套利 所以你认为应该由金管会来 我够人啦 但是这个我还是要尊重行政部门的决定 谢谢 来主机长 委员好 谢谢委员的这个 主机长 我白河的外孙 我是白河的外孙 跟你同样 那我想跟你探讨 就是说 在最近 最近就是说 其实从2023年 就是我们的CPI年增率 接近15年来的次高 那主机处的统计里头 我们也看到了非常的清楚 就是2023前年度的CPI的年增率是2.5% 那今年2月份的CPI 你预估会来到3.08 那就是说 针对整年的那个CPI的一个年增率 你预测就是会降低到1.60% 对 跟委员报告 我们最新的是1.85 而且没有报告电位 那你认为降到1.85 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所谓的一个是怎么样 并没有很悲观 也没有很落观 因为我们还有电价 如果1.85的话 加上电价 就可能会 真的会接近百分之二 那我们认为是说 最近的一个 那个二月份比较高 是因为去年的过年是在一月 所以说那个比较的基础 是去年比较低的基础比较低 所以今年3.08比较高 谢谢主记长 谢谢 我想你也就是预测到 今年CPI的一个就是有考虑到电价 电价的一个调整 还有医疗会用的一个 那个就是整个 对对对 整个一个就是说 它上升的一个趋势 主记长 我刚刚送你一包 洋芋片 你拿出来摇一下好不好 好啊 我跟你说 我这包洋芋片跟你这包洋芋片 虽然 你不要打开 不要打开 对对 我跟你讲 这个洋芋片 量变少了 对 量变少了 我不知道你之前买过洋芋片吗 这个比较少是不是 我们两个都一样少 一样少 那个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在这物价调查的时候 它的量少的话 我们会考虑说它的价就有上 没有 我跟你讲 它量少价不变 量少价不变 那个我们就认定物价有上涨 他这个业者会告诉你说 这个里面 那个充气是可以保鲜 可是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缩水式的通膨 就是说 民众关心这个缩水式的通膨 我不知道你在这个CPI的一个计算里头 你有没有把它算进去了 对 我们有算进去 就像买那个便当 原来乳蛋是一颗 现在变成一半 我们就认定说 它是涨了 大概是涨了 大概四五块钱 我们都会算到里面去 我们CPI的那个会考量 它的重量 它的质量的问题 主机长非常好 所以你的通膨是有跟民众的通膨 体表的通膨是一样的吗 那个是民众感觉是可能会不太一样 可是我们在做统计的时候 我们会有考量 那不一样 那不一样怎么办呢 我们就在物价指数调的时候 会考虑它的那个重量的变化 我们都会考虑 所以你随时在调整 对 谢谢 所以就是说 所有的通膨都是在你的掌控中 在理论上 对 在理论上 那实际上 实际上 因为我们主机总是着重的是一个成长率 是一个相对物价 够别的话 因为我们调查的所谓的发射 有两万多种 我不可能像神龙藏百药 他也只藏一百种 我这要调查两万种 每一个细节 我并不 那你当然是应该要调查的 是的 我们应该要调查的更清楚 我们都有调查 所以就是说 你的体感的CPI跟我们老百姓更接近的时候 那你才会是跟大家是接近的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就是因为民众所接触是他每天买的东西 像外食会 但是有些电器用品 我们也是在下跌的 那个因为他不是每天都在买 他可能一两年才买一次 那个是在下跌的 好 谢谢 我想主席长 是的 你这二月底公告 一个一份失业率 是3.39%的一个报告 那你强调说 这是最近23年来最低的一次 可是根据新闻 我们新闻的一个报导 我们的一个缺功力 一直持续在上增 那这个缺功的状况 串了新高 那业者积极寻求 劳动力补足的一个缺口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你110年到112年的 统计的实质薪资 却一直都是在下降 那老百姓感受到了 体感感受到的是 物价的一个膨胀 更明显了 那我们怎么样来解释这个问题呢 你有没有办法 就是说从数据上去 我们看到你的数据 是没有办法反映出来的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所谓的那个是失业率降低 就是代表就业情况很好 所以他的那个缺功的情况 就会比较 比较 比较多 它两个是一个反向的关系 像金融危机的时候 这个我懂 这个我懂 对 这个我懂 对对 可是我还是觉得说你避开了 基本薪资一直就是说太低了 然后我们的一个薪资一直都没有办法调涨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它跟产业结构有关系 的确有些科技业 它的实质薪资是在涨 可是我们有很多的小规模企业的话 它因为它成本变高了 民众它的那个消费量也有一定 所以它会比较少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调整基本工资 要调整 你也觉得说基本工资要调整 我们每年都有调 我们每年都有调 可是你调了速度 事实上是跟不上就是劳工 他们的一个期待 对对 那个是我们会会这个考量的经济情况 谢谢主记长 谢谢 我想本席在这里要求就是 审计部跟主记总处 分配针对的就是刚才提出的一个议题 在一个业内提出出面报告给本席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 好谢谢 现在咨询请李燕秀 李委员 谢谢教委 我请主记长 请朱主记长 主记长好 主记长 那个这几年原物料上涨 那大家都知道通膨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们对于军工教人员也经历了三次调薪在过去七年 分别由107年的3% 111年的4% 还有到今年的4% 我先感谢主记长这边 我先感谢主记长这边大家体恤到军工教52万军工教人员的辛劳 那帮工人员加薪 我们这个加薪当然也会带动民间企业后续的加 这是我们期待至少在2.4%到2.6%中间左右 我想这个部分来肯定主记长 但是主记长 这个加薪固然对全国民间也好军工教也好是好事 但是他相对的我们要考量到地方的裁员的负担 我肯定这件事情 但是地方的裁员负担一定会有的 你同意我这样的说法吗 同意我们有一个方式 如果我们的政策宣布是在地方政府预算还没有送到议会的时候 第一年中央政府会协助 以后就是由他们变到预算里面去 我们还是采用这个措施 因为状况是这样子 从107年到现在我们至少调幅11%左右 您刚才讲的 譬如说今年我们打算加薪4% 这个立即就会增加台北市22亿要追加这些预算 要去找出这些钱出来 所以郑文燦院长才会讲说这个中央对地方的益助也会考虑到加薪这一块 你刚才讲说如果预算还没送到议会的话 你们就会 如果在之后的话 你们就会补足全部 对对对 那个我跟委员发表一下 但是我仔细讲我知道你会考虑到说你突然宣布的话 钱不知道从哪里来 所以其实我关注的就是因为过去这几年我们看到 你看到我的图表 107年你们只补助了 我们加薪的幅度是3% 我们补助5000万 然后111年21亿我们100%补助 113年我们补助50% 所以就是说对地方来说 他当然希望他是一个制度化的处理 或者是至少可以预期 大家都肯定这件事情 但是裁员 每个县市的裁员的状况不一致 我当然不敢讲说那你可不可以全部 全部都你来补助 或者地方很多县市场会觉得中央请客地方买单 但我不愿意这样子讲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制度性的讨论 我觉得对地方一下子要找这个裁员 你即便说如果是还没送到预算 议会还没省到预算之后你会补助全年 但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制度化的处理 譬如说第一年由我们中央全部来负担 第二年第三年 那他们在想办法去筹做预算来处理 我觉得会不会这是一个更好的方式 那个方向可以委员的所讲的可以讨论 我必须说明一下调薪的政策是人事总处主管的 他的业务主管单位 您刚才讲的一一三年我们补助一半 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在他们的编预算送到立法院之前就宣布 那个所以调百分之五十是额外给他的啦 他本来是按照制度他都不会给的 但是我们额外给他 所以主席长 所以我今天才跟你讨论说我们可不可以制度化的处理 以后第一年都由中央来负担 那个要那个是 因为这个是按照地方制度法 他本来就是地方自治他应该负担的经贵 我们可以讨论谢谢 主席长我希望这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有个临时提案 我希望这个事情可以做制度化的处理 当然我再次强调 我们肯定对军公教 因为原物料上涨通膨的问题 所以我们都认为要加薪 对军公教加薪这件事情我们都给予肯定 但地方各县市的裁员状况不一样 我刚才就已经取历了 所以如果第一年有机会中央来负担全部 第二年第三年后面才由地方完全来做负担 我觉得对地方的财政找钱也好 我觉得各方面才不会影响到地方 原来的市政的推动 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主席长可以朝向这方式来去进行 才不会对地方的财政造成立即性的冲击 对那个我们对那个财政 那个情况不好的话 我们事实上是全部 卖啦主席长我觉得 不要说财政好不好 对地方来说本来每一个县市 都有既定的预算 既定的市政要推动 他给他的预测 他比较好 你临时12月30号宣布他1月1号 他1月1号议会才审完 他哪里来临时来找钱 所以我觉得还是制度化的来处理这件事情 我希望主席长来研议这件事情 那我也希望人懂得那个薪资政策 能够提早宣布 谢谢 好的这个也是中央的问题啊 好不好 主席长第二件事情 我关注到前两天 陈院长在回答柯智恩委员的时候 讲到说股票上2万点 你开不开心 主席长股票上2万点 你开不开心 我一点 我个人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我没有股票 对啊 我就查到你的财产申报里面 你的股票才5560块啊 所以那个是已经没有上市 对啊 所以院长搞错了啦 股票上2万点 是少数人开心 因为以台湾的股市来说 我们将近44%是外资 我们的护国神三台积电 还有七成也是外资 所以所有的股票好 当然好 就是说经济预期也会比较好 但是这个利多并不是全民共享的利多 主席长我要给你看几个数字 以依照我们GDP来说 从2012年到2021年 蔡英文所讲的6.53 我们经济成长 是20年来最好的时刻 但是在我们的GDP占比中 我们受雇人员的报酬 从2012年的45.8% 降到我们现在2021年的43% 是历年来最低 这个数字 我相信数字你非常清楚 代表的意义是 台湾的经济红利 其实劳工没有享受到 第一点 资方享受到 劳工没有享受到 第二个代表的意义是 台湾产业结构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我们少数营扯圈的收入很高 但是大多数的民众 没有享受到经济的利益 然后再下来 我想你非常清楚 这几年我们贫富差距 照着12年来的新高 然后我们这几年 我们的实质经常性的薪资 过去这三年都被 即便有加薪 全部这三年都被吞膨吃掉了 那再来 下一张 我们看到我们近五年 实质总薪资是倒退的 而且是七年来首度的负成长 主席长 我也看到 其实你有讲 你在去年的10月26号 你有讲过一句话 贫富差距是过去十年的新高 所得分配不均 政府的责任最大 你现在还是同意这句话吗 跟那个委员报告 这个有点断章起意 我都所得分配不均 政府就要来做一个 所得分配的一个工作 所以民间也有责任 主席长我们不要玩文字游戏 政府有最大的 那我这样讲 政府有责任 去处理分配 贫富分配不均的问题 好不好 所以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蔡英文不要老拿经济 20年来最好 6.53%来自得满意 我们股票上2万点 你回去你也应该跟院长讲说 2万点 这时候少数人开心 外资开心 以我来说 以你来说 我们都没有玩股票的人 我们都不开心 你要告诉他这一件事情 我要怕大家误解 我个人不开心 可是我管国家的财政很开心 因为证券交易税增加 谢谢 但是主席长 那我就要纠正你 税收增加很开心 但是人民的经济 人民生活过得好不好 才是我们身为政府的最大责任 你同意这句话吗 当然 所有大多数的人民过得好不好 才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 所以主席长 你应该对于明年的经济有所预测 包括我刚刚讲的 人民的我们实质薪资 明年到底会不会再往上调 会不会变成有负转证 或我们总薪资 有没有机会从负转证 那一个是我们是说可以 那要看那个CPI的成长率 你都应该要预期啊 你是主席长啊 对 那个明目薪资一定会成长 那要看那个CPI的一个上涨 CPI的上涨有时候 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我知道啦 但是你每一年都会预测 那你能不能预测明年 你评估预测明年 因为我不晓得 包括我们的经常薪资 包括明年的总薪资 有没有机会从负转证 你不敢讲 我等的时候有50%的机会 百分之五十哦 所以人民要继续过苦日子就对了 另外50%也可能不上涨 因为我们不晓得 主席长你这个是 五十五十是应用的 还是真的 还是你是有经过预测的 没有预测 我们没有预测新资的一个成长 主席长 因为下个月店价还要涨 店价要涨 对于产业界 他们的获利的分配 还有对于一般的民众 台湾的民众 生活影响冲击也非常大 我希望你们有去做评估 你们应该有吧 我主席总数没有 我经济部有没有 我不晓得 你在后边 因为CPI明年 你应该是 财政三长 主席长 财政部部长 经济部部长 应该对这个有所评估 主席长 我的时间到了 我觉得这个都是联动性的问题 明年人民生活过得好不好 是我们主席长 经济部部长 财政部部长 我觉得对于后续 电价调整的影响 我们财务的分配状况 联动的 我觉得你们都一定要 更仔细的评估 我也希望你回去 告诉陈建仁院长 不要老活在股市两万点的 这个梦幻里面 不要赢了指数 失了明星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们等一下现场委员 请等一下黄深山委员发言完毕 我们就休息五分钟 接着请王洪威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我请主计长 朱主计长 主计长好 主计长 是的 在去年 我们全台湾人民 有一个小确幸 就是因为我们税收超增 所以呢 后来 因为我提出还税于名 那么后来很多位的 不分朝野的委员 都呼应 最后造成发现金 就是我们每个人呢 都可以发六千块现金 这个是 2022年 我们的税收超增 是四千五百亿 好 四千五百亿 可以看到这个是当时蔡英文总统脸书的一个分配 那么有拿出一千八百亿来每个人普发现金 那当然其他的就去做一些给地方政府啦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包含去做电价补贴 剥补台电 那今年 其实税收超增的金额也不少 好 也起码达到三千六百亿 那我想请问主计长 今年有没有机会 再来 还税于名 再普发现金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外界讲的三千六百亿是包括地方政府在里面 另外一个的话 今年 那个是 虽然税收的一个超 可是我们今年仍然有发行公债 而且特别预算里面也有公债 如果扣掉这些以后 剩下只有一千多亿 剩下多少 大概一千五百亿 那我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而且这个的话 如果要花现金的话 这个可能又要一个特别条例 又会收税 我们扣用 发第三条第四款 会不会发现金 你说不会 目前没有这个规划 你说现在不会发 好 那你刚才有个数字 我很感兴趣 你说呢 虽然大家讲三千六百亿 但是呢 你好像有一些公债啊 什么等等之类的 是不是 对 因为我们还有这些公债 我不能够说 我有剩余 然后我又去借钱 那是矛盾的 好的 那我请问一下 我们所以现在 刚才你讲了大概一千五百亿左右 是吗 大概 好一千五百亿 而且要等那个审计部 那个七八月审计完了以后 我才能够用 谢谢 你才能用对不对 好 好来 那我现在要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呢 现在 大家非常关心的物价 然后关心店价上涨 店价到底要涨多少 那到现在呢 经济部呢 口风很紧 那大家知道有十%以上 那另外经济部也对外说 就是因为有税收超增 所以今年 经济部要争取 这个税收超增的部分 要补助 拨补台电 希望能够达到一千五百亿 好 那么你刚才说 主席长说 现在也只剩一千五百亿 所以 那么拨补台电 一千五百亿的可能性 有吗 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现在没有看到 经济部的任何方案 所以说 我不能够说是 到底会拨布多少 那我刚才说 有一千五百亿 我一千五百亿通通 这个拨助记以后 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它都没有一个什么 剩余款 那个是很危险的 好 所以依照主席长 因为主席长就像那个 我们的大帐房嘛 对不对 所以你说 现在以我们虽然税收超增 但是你有发行公债 等等其他的支出 所以呢 现在也不过剩一千五百亿 如果把一千五百亿 全部都拨补台电的话 那么我们就没有剩余了 是不是 我这样讲 这么正确 就是没有那个剩余 对 的确 所以要拨补台电 一千五百亿 很困难 对 我现在是说 如果要拨的话 到明年边 一一四的预算 会很吃紧 很吃紧 对 那拨一千亿 有没有可能 这个是我不做 这种预估 因为他们 因为那个方案是台电 要提出来 我没有看到 这个说 是一千五的 确实 好 了解 所以 所以 主计长的意思说 如果一千五百亿的话 明年预算几乎都很难编了 好 时间暂停 我请一下沈记长 请沈记长 刚才主计长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今年的税收超征 还没有完成 我们审计部还没有审定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四月 四月电价就要上涨了 而且它电价上涨的幅度 来自于 这个税收超征可以拨补台电多少 这个程序 对吗 电价上涨 就是电价上涨 它是涨电价 拨补另外一回 两回 两个不能一起看 对 所以 电价上涨会增加收入 拨补台电会增加台电的资本 增加它的现金 两个都对现金 好 所以 有帮忙 所以在程序上 刚才主计长也讲了 一定要先经过 审计部的审定之后 才能够确定能够拨补台电多少 这个程序是一定要这样走 对不对 这个 它到底有没有多少剩余 我们要把这个1102年度的结算 损定完以后 才确认下来 因为有时候 会找到它是吸增收入的 有时候会找到 某一种那个 所以到底多少 所以我在这边 要特别去厘清 因为最近经济部一直在放说 这次税收超升3600亿 经济就是台电 可以拿 它现在希望要1500亿 可是主计长已经说 哇 这样子明年预算怎么编 虽然主计长不晓得会不会继续留任 那现在就给他1500亿 下一任的新政府的预算 就是赖金德的预算很难编 1000亿看起来也很难 可是啊 主计长两位 属计长沈记长 现在我们这个税收超增 我刚刚一直讲说 会不会就是还税于民 会不会普发现金 我早就知道不会普发现金 因为你这个钱啊 好多部会啊 因为他们都很多的赤字 很多的债务 不止台电 在这边已经喊着要这个1500亿 现在还有劳保基金院 也在2028年可能会破产 所以呢 连劳动部也在想这块 就像那个什么 也在流口水 也希望能够在这一次 能够拨补劳保基金的空缺 好 那你现在全部只有1500亿 如果1500亿通通给台电 劳保基金就没钱了 对不对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社会保险啊 他的恐怖不是他什么时候会倒 而是他不会倒 所以说我们必须去面对 而且 没有我现在问你的事 也不是唯一的办法 我现在问你是 同样的台电 你一直给他补助 他 你不给他电价调高 未来就不见得有 这么多的税收超增 能够补助他 没错 这一点我同意啊 补助 税收超增 电价的调整 必须双广其下 谢谢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电价还是要调整 但我们现在就是说 这个笔钱怎么算 因为连劳保基金 都在想你这个钱 那问题是 你现在根本没有这么多钱 他们想象中 2600亿 1500 3600亿 1500亿 给台电 还有2000亿啊 2000亿呢 劳保基金也可以来分一分啊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呢 他们分到了550亿 让他们觉得很补 如果那个要把那个时候 3600亿 最后结论 最后结论 有没有可能台电 补1500亿 然后劳保基金 补500亿 有没有可能 劳保基金今年就总共已经 补了他1300亿了 那是去年啦 今年啦 今年的预算啦 有1300亿 那是去 我知道 那个预算 我是说税收超增的部分 这个钱 有没有可能嘛 我们的钱是统收统支 并没有 所以没有可能 按照你刚才计算 就没有可能再给 劳保基金了嘛 对不对 我劳保基金的钱是 统收统支的概念 补他 所以啊 我要讲的 这因为我时间到了 我还有两分钟 早上我还可以问一下物价 我要讲的是 我们现在是叫做 银吃卯粮 对不对 现在就说税收超增 根本是一个机会 就是它并不是每一年 都应该发生的事情 哎呀 主记长 我讲话 你一直在插嘴 在干嘛啦 没有啦 因为你说 我刚才问你 问你 你就回答就好了 我在讲话 你一直在讲话 是是怎样呢 抱歉 现在大家都想要 税收超增这3600亿 但是这钱 我今天至少 厘清一个观念 刚才主记长讲了 其实这样子 七折八口 也只不过1500亿 但是呢 现在台电要1500亿 劳保基金也想 他们都是公开讲哦 他们也希望 从这个税收超增 来够 能够去帮这个基金剥补 因为他们的这个亏损过大 那所以税收超增 不是年年超增 主记长刚讲话 我完全都同意 税收超增不是年年超增 但是这些台电亏损 跟劳保基金亏损 是年年都在亏损 而且亏损是一年比一年多 不止台电亏损 周永还在亏损 如果今天我们的政府 想着我们的亏损 只是想拿税收超增来补的话 这叫做银吃卯粮 而现在全部补完了之后 就如同主记长所讲的 那么明年预算很难编 那我的结论就是 蔡政府把这些钱都花光了 最后让赖清德 他去编预算的时候 是很困难编的 所以我同意 政府的财政不是这样做法 台电要减少它的亏损 不是来自于说 每一年要税收超增 给我1000亿 给我1500亿 这个非常久之际 更何况刚才 省议长也讲得非常清楚了 你怎么可以说 现在就要讲1500亿 你省计部都还没有省定 你才一定凭什么 现在就要要钱 所以这个也是于程序不符 以上谢谢 谢谢 欢迎订阅 欢迎完毕 休息五分钟 谢谢 谢谢 请主机长 请主机长 这个状况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所谓CPI是澳月份跟去年的澳月份比较 去年的澳月份它不是过年期间 今年澳月份是过年期间 所以是基期的比较差别 对 基期的比较的差别 但是主机长我们看这个图 它已经不是基期的比较 它是从2022年3月以后 核心通膨只有一次低于2%的通膨警戒 也就是说你讲的去年基期我同意 但是我们基本上CPI是不断的在上升 而且可能也没有趋缓的状况 你同意吧 跟那个对 有没有趋缓的情况 目前是有在那个减少的 没有上涨那么快 但是也没有往下降 对 那个我必须跟你讲 这个是一个视觉过国的趋势 我们在一般东亚国家 我们只有比 我只要问你的是 那会不会继续往上涨 然后还是只是2月暂时性 接下来会掉下来 CPI一定会上涨 但是它的涨幅已经在下跌 我们要的是还涨 甚至是趋缓 不太可能往下降 但是不可能这样子一直往上涨 涨幅非常小的话就可能希望 就薪资没涨 CPI一直涨 对人民来说就是越来越辛苦 对 CPI如果没有涨 或者是涨得非常少 那个可能是代表通货紧缩 谢谢 对那是我们当然我们希望经济还是繁荣的 但是一样 局长 我们CPI的前两名其实比较严重的是 它是食物类 还有居住类 食物类但是因为它跟相关的价格波动会有关系 但是居住看起来是只有往上涨 没有趋缓的状况 而且这两类已经占到国人一半的日常消费 一般的民众不管是吃东西还是居住 这是他生活上最大最大的痛苦来源 好 我现在问的是租金 租金指数从现在可以看得到 租金指数已经连续上涨整整31个月了 主机长也在做相关的租金指数的统计 它的增弧 它的状况 其实是一直往上走 你看这个看起来只有连续上涨了31个月 超过两年半的时间 这个刷新了历史记录啊 这个状况 目前政府不是做了很多居住争议 不是很多相关的房屋租金 还有很多很多的 但是这个状况为什么会持续涨长 而且没有任何放缓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是因为建筑成本上升 那个是什么相对的 那个是 因为房屋成本上升 所以租金就继续上升 维修成本也提高 所以这个租金指数 我要问的是主机长 我们做了这么久的居住正义 我们有让租金指数至少还涨吗 租金指数 还涨就好 那个市场现象 我们很难去给它处理 所以我们没有做过相关政策的评估 怎么样去让这个租金指数可以还涨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主机总数一般来讲只做统计 那个租金的政策应该是由内政部来说 所以你统计完了要给他们做参考 第二个 他们要评估说 这个指数在跟他们的推特的政策 有没有直接正相关 还有没有办法让这个政策的效益能够提高 然后让这个直接指数还涨 事实上执政团队都希望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现在问您的是 您看到的 您做的统计 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政策 租金指数有没有放缓的状况 有没有可能会放缓 对 我没有办法预测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事后的统计 那要看那个政策的方向 所以就是我们有统计 但没方法 我们是统计 统计完了之后没有机会 方法内政部有在想 方法内政部有在想 所以主席长 我希望是您就您的专业 看到我们很多的政策都往这边走 政府花了这么多的钱去做居住正义 但是我们的租金指数只有不断的上涨 而且完全没有放缓的气象 这个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里面 可以去给内政部更多的建议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租金指数的确有上涨 可是我们也有一些租金政策的补贴到 好 所以我要问的是 我们推动租市场健全化的政策 有没有达到房市还涨的目标 看起来是没有 第二个我想问主席长的是 我们有没有几率看到这些租金指数在2024年之后慢慢趋缓 因为跟委员报告一下 他的租金的市场 多少租金这个必须尊重市场制度 我同意嘛 但是我们要做些什么 不是统计啊 如果只是统计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主席处了 内政部自己也可以统计啊 对 我们最重要的是 每一个租屋的人 他都有能力去租房子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的租屋的金额 已经达到所谓民众收入的三分之一 这才是对民众为什么感觉居住正义 在台湾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原因 好 我想接下来是要问一下 我们其实主席处有做所谓的 高零的CPI指数的调查对吧 是的 那日本我们看到他们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 他们是各个年龄层 他们去调查他的CPI 其实台湾 你看到降低手机费 还有保育免费的话 他其实可以看出来 对于相关的不同年龄层的CPI 有看得出特定政策的成效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在CPI统计的时候 可以用年龄层 可以用刚刚讲的租金 可能是一般年轻人的租金 跟一般长辈后家庭的租金 他其实可以做不同年龄层的CPI的统计 这个可以做一个更细致的做法 那个是我们要努力 我必须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个日本的方式 他们的那个是所谓年龄层 是用调查的方式 我们是用说 在那个副里面 他如果是全副 我会建议说 一个进步的政府 应该了解各个相关的不同年龄层 他的对于物价指数 他现在面对到的困境 我们要进一步的了解 第二个 我们才可以看得到 政策对于他的负担减轻的状况 所以做出更细致的统计 我觉得是主计处可以参考日本的做法 你同意吗 那个是有些是 我们有些是这一种 我希望你们能够往这个方向走 大家共同来努力 谢谢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可以参考 然后做各个年龄层的CPI 让我们各部会都能够做更细致的政策参考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讲的 CPI刚刚已经达到 三点多 那可能就像你讲的基期 接下去四月份要调涨 每涨电价一成 就会让通膨率升高0.12个百分点 主计长 现在企业用电成本提高 将转嫁给消费者 其他的也会影响到通膨 所以接下去的电价 你预计会涨多少CPI 对那个要看那个是说 要看那个 要看哪个 那个间接影响啊 它的转嫁成 所以我就说请你告诉我 涨多少的时候会 让物价指数涨多少 对因为那个是涨0.15是至少 至少是0.15 至于说间接的影响 你还没有办法算 对那个看因为企业 所以现在电价只要涨一成 我们的就会涨0.12 至少 然后还不知道有多少 对吧 对对对 所以物价只会调涨 相关的我们买到的东西也会调涨 好最后就是 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医疗费用 卦号会开放的天花板 让很多的医疗院所 它可以自由收取卦号费 你觉得会不会引起CPI的调涨 那个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事实上卦号会上涨啊 不是说最近才涨 是在去年就已经涨 所以它的基期已经有了 已经涨了 对对啦 所以已经在里面 但是现在拿掉天花板 可能还会再涨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人民 对于医疗费用的支出 会又开始增加 对那个是 如果是就诊所的话 大概是它的权数是 百分之零点二七了 好啦 所以主席长 去年相关的单位 从来没有告诉大家 店家要涨 而且保证给了台店五百亿 绝对不会涨 今年突然间开会要涨 同样的医疗费用 也从来没有说过要涨 现在也在涨 你的相关的统计 只会越来越高 所以我第一个要求就是 希望主席处能够把 CPI的统计能够更精致化 第二个 要去把相关 部门推动政策的成效 呈现在CPI里面 做一个相关的反应 各位报告一下 去年店家也有涨 不是现在才涨 所以我对于说 你的统计要有意义 你的统计只是丢给他们 他们没有意义 就是等于是这个统计 就白统计了 没有统计就没有统治 谢谢 过部会也要有能力 运用我们的统计资料 谢谢 好 休息五分钟 谢谢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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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1.85% 1.85% 那今年2月CPI指數 年增率飆上3.08 那是近20個月以來最高新高 如果考量4月份 這個應該是沒有考量電費上漲的問題 那如果加上4月份電費上漲 我國今年的CPI 會不會再次的突破這個通膨警戒線 跟委員報告一下是有可能 極有可能 對 那所以2月份的下落指數 年增率為3.08 已經是20個月裡面最高 那你可以說是因為春節物價上漲 但是如果以1到2月份平均來講 這個CPI已經上是2.43% 是處於一個高檔 那有沒有可能 在外食費房租費都持續上漲 那再加上4月份的電價上漲 就是說 把這些有業者 就是把這些電費 直接轉嫁到消費者的身上 不管你是外食組還是租屋組 任何一個行業都會 對不對 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個電價的話 如果是民生用電的話 它會有那個消費者負擔 那個外食費目前還在漲的趨勢 那個是前些時候都有4%的成長 不過它現在還是在漲 可是它 主委長 這個 通膨 什麼都在漲 萬物起漲 電費也要漲 那接下來水費我想也要漲了 都在漲 那所以這個 整體的物價指數肯定是下不來 今年1、2月 醫院診所的掛號費也漲了 那個診所漲了10% 醫院漲1.49% 那這些其實再加上外食費啊 房租啊什麼這些 外食費漲0.48% 那這些東西 不會有再調降的可能對不對 可不可以這麼講 不會調降了 對它漲了以後就 就調不回來 就一般都是比較不會回來 漲了就回不來了 對對 主委長 對 漲了就回不來了 所以大家也不用再去說 政府怎麼樣調控 可以讓物價 可以降低 那個市場現象 不可能 不可能啊 所以說今天很 這個是大白話啦 就不可能回來 那我們每年調高基本薪資 這個調高基本薪資 是不是也是物價上漲的一個元凶 一個幫助犯 因為調高薪資 所以物價也跟著漲 那個兩個的因果關係很難講 因為物價漲啦 薪資如果不漲 也好像不會很妥當 可是跟著漲嗎 就是我們漲是美化素質 就倒不掉啊 你起一層啊 它起比較快啊 對 啊 可是喔 就這時候除非它漲得很高啦 因為薪水的漲幅一般可能是在後面 所以喔 我們會越來越窮啦 目前的情況是這樣子 就越來越窮 尤其我們的經常性薪資平均 45496 45496元 實時經常性薪資是41334 那這個部分裡面 其實那個調整後的數字就是說 呃 實時經常性的薪資喔 又降低了0.5% 是連續三年來的負數 那總 實質總 薪資也減少了1.04%喔 是7年來的負成長 首度的負成長 所以 這就是告訴我們是 確實是越來越窮 齁 那加薪的速度 遠遠跟不上 那通膨齁 現在萬物欺賞 現在說 光是外食主 現在要買一個 100塊以下的便當買得到嗎 應該買不到啦 不過 就是像 鞠腿便當大概100多塊 排骨便當中南部有大概850塊 那租金啊 如果租房呢 現在1萬塊以下的房屋還有嗎 就是房屋啦 我們所有租屋啦 那個可能要分租啊 分租 我跟你講齁 我們現在很多戲稱啦 說台北市要租6000塊 7000塊8000塊的房屋 那個叫做鬼屋啦 叫做鬼屋啦 所以你就知道說多恐怖啦 那現在我們的實質 經常性薪資都是負數 那大家都在討論這樣子的情況 那剛剛我們前面幾位委員 也都有 把這個 都問到這些 那通膨跟薪資水平之間的 這個面臨的挑戰 到底我們只是 齁 在 把它 不斷的討論 不斷的討論 到底有沒有什麼解決的辦法 因為我要講齁 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 那個薪資啊 就是說有 呃 經常性的四萬五千多 然後實質性的四萬一千多 那實際上齁 光在我們現在在現場 我們 在這個 這個會場裡面的 我們的很多工作人員 那薪水 有沒有這個薪水 有沒有五萬 四萬多五萬多 欸那個 我們所謂的那個薪資啊 我跟各位 各位包括一下 是包括過象那個 所謂的 福利性所得 就是他有 老闆所負擔的 勞 勞退的費用 通通通有 有在裡面 沒有啊 所以我說的就是 其實很多基層的 不管是我們 這我們的 一華運的工作同仁 還是很多基層的工人 都一樣 他們的薪水都是在這個 這個我們剛剛公布的這個 一個基層線以下 一個平均數 對平均數以下 對 所以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想要請主記長 就是說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才能夠解決這種低薪高 這個高通膨的問題 那個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在經濟水上薪水 就等於說 他對這個企業或這個單位的 貢獻有多少 他產出出來的價值 是有多少 所以他應該要他接受 就是說有一個良好的產出 所以他才有那個高價值的東西 所以他薪水才 才必須好 那另外一個 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就是社會福利政策 就這樣 基本工資的提升 或者是政府給予補助 那補貼 你能提舉例嗎 怎麼樣來補貼 讓民眾覺得好過 覺得說 不會越來越窮 年輕人 他們的 育有津貼 一個人死一個 補助五千 兩個就一萬 後者是 是對那些租屋族 我們有一個 那一個 這些各項 可能地方政府也都在做啦 生意補貼 然後這個 生意補貼 地方政府都把新的那些 我們是美股的 美股的 我就美股 美股的五千 美股的五千 不管是怎麼樣 提高基本性質 都是在美化數字 永遠跟不上 所以政府要怎麼樣去 調控這些通膨 有沒有效 有沒有做一個有效的 意識通膨 這個才是重點 那個有時候市場制度 我們必須尊重 但是我們是不恰當的 一個市場 物價上漲 公平會 他就要看看 有沒有聯合壟斷 那個 法務部就看他們 有沒有囤積 居棋 好主席長 我們要考慮到 真實的數字 不是美化過後的數字 好不好 我們的統計數字 都是真實的 我們 我現在 百姓的生活 這個生活 生活痛苦指數 不斷的升高 非常非常的高 對不對 好不好 我們再加油好不好 謝謝 我們請 沈記長 謝謝 請 沈記長 委員好 沈記長好 到今年二月底 受理 這個 申辦 我們有一個 300億租金補貼計畫 那 受理的 大概61萬戶 核定的 建數 43萬戶 那 有超過三成 包括30%的人 拿不到這個補貼 那 我本期認為說 這個300億的 補貼政策是好的 但是 實際上 拿到的 卻不到七成 那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為什麼 這個 因為 有一些 大家 因為 有 有些 隱瞞 所以造成有一些 希望能夠 避稅 所以造成一些問題 不是 我直接問重點 時間的問題 我在這個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就是說 無房屋稅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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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這個 就是說 他申請的時候 第一期通過了 第一期通過補貼 但是 第二期 卻被討回 因為他沒有房屋稅籍 沒有稅單 沒有稅單 那 應該是要去要求房東 要補稅 房屋稅 應該要補這個 房屋稅 結果不是 他回來是把 這個 房客 申請的 申請補貼的房客 取消他的補貼 要他歸還 這樣子對嗎 這樣 這樣不對嘛 對不對 你們規定說 在申請補貼的時候 不需要支揮房東 也不需要房東同意 那當然他也拿不到 他也不知道有沒有房屋稅籍 他就是因為有需要 所以他才也符合規定 所以他才在申請這個租屋補貼 可是你補貼他之後 又或者他在申請過程當中 你就直接告訴他說 你不符規定 那第一期 為什麼第一期會符合規定補貼他 那之後第二期還要叫他返還 是 我要問問你說 第一期在審查的時候是亂審嗎 還是說 他有租屋的事實啊 可是你補貼 補他之後 反倒回來 然後可是不是證明 你第一期在審查的時候是亂審查 這個 我們會照 內政部啊 在處理這個時候 對 不要讓人家有他的錯覺說 是一個選擇性的 因為 是不是因為選舉前 因為這很多 就是在社群平台上面到處在傳 是不是因為選舉前 就是 隨便審啦 算好過 算了啊 還要照期間來 對不對 這我不管 你們的想法是怎麼樣 你們做法是怎麼樣 如果有漏洞 我們趕快把它填補 那我們要符合公平機制 讓我們申請這個租屋 優惠的這一些房客 就是我們這些租屋組 能夠有一個好的依據 那房東願不願意提供 或者說他有沒有房屋稅集 應該是要求房東去補這個房屋稅 而不是要房客 去要求返還他的補貼嘛 對不對好不好 我們會告示內政部 OK好 謝謝 陳議長謝謝 下位質詢請 吳立華 吳委員 謝謝主席 有請主記長 請朱主記長 主記長您好 請教主記長 您覺得補助收入 跟稅客收入 對政府機關而言 哪一種比較好 會比較期待拿到哪一種收入 那個從那個 中央的一個觀點 是那個稅客收入比較好 因為他的財源比較穩定 補助是由上級機關他 補助他 不過有些稅客收入受先天的影響 還是要靠補助 以解決那個地方的不均 謝謝 好謝謝 主記長您幾乎已經是 把我想要問的態度已經講出來了 謝謝 事實上根據我們的預算法 我們的總預算案 應該要在會計年度 開始的一個月前 也就是十一月底前 要由立法院議決嘛 可是我們看到資料 過去的十四年 立法院從來沒有在法定期限內 會完成三讀 通常都會到十二月 又或者到一月會計年度開始 那地方的議會預算三讀 也是這樣 常常因為議事的一個繁雜而延宕 所以通常呢 會拖到一月 甚至是二月才通過 那為什麼我這樣子關心這個問題 主記長請您看一下 如果說有一些的原住民鄉 他因為六都的關係合併 所以以高雄市的這個桃園區公所來看 他在縣市合併之前 他的稅入預算大約是十七億 可是呢 他曾經一度 失去公法人的地位 四年之後 2014年又恢復 他的原住民區的一個公法人 那他的稅入預算回來 也是一樣十七億 可是我們看一下他的結構 他的稅扣收入 從過去合併前的七十百五到現在是變成零幾乎百分之八十都要靠一般性的補助收入 所以您剛才講的話就是地方的新生 那為什麼會這樣 他其實是因為地製法那時候修的時候 他是寫 山地原住民区实施自治所需的裁员 由直辖市依下列因素予以设算补助 并维持改制前各山地乡统筹分配的裁员水准 那也就是说 他等中央政府的统筹分配税款 到县市政府之后 他又要等 然后到他的一个上级政府到乡镇公所 那有时候财政部呢 他有抄收有红包 那他也是直接拨给县市政府 可是他们就不一定拿得到 所以现在的一个状况 还有第二个状况 他的地质法这个83之7 他说改制前各该山地乡 前三年度的税客收入的平均数 所以您看一下 这个是高雄市桃园区 也就是合并的原乡区 他改制前后 他的收入是差不多的 以桃园区来讲大约是15亿 可是一般的原住民乡 我们可以看到 他可以高达这几年 这个是泰安乡 可以多达20亿 那他是浮动的 他有一些红包可以收 所以在这边想要请教主计长 如果说从预算考核的角度 那么税客收入 我们可以看 这个税客的收入 就是是否叫补助收入 对地方自治财政健全 比较有帮助 对的确的 这个也是我们 大家努力的方向 说财化法 要让地方有更多的税客收入 不过我刚才 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可能要跟委员 合对一下 你那个金额 在前面的 那个17.6亿 恐怕是小数点标 有标 标的 我们再跟您 跟您办公室 合对 好 谢谢 那就请再到我的办公室 给我一些正确的收据 谢谢 那但是我现在就是要讲 既然我前面 我问了 你的态度是支持肯定的 对对对 那我现在问 你也是支持肯定的 对 所以我希望财化法 第三条 在我们的这个第四款 增加一下直辖市原民区好吗 对 可是他有一些指标 那些指标 在原民区在分配的时候 就不一定能够分配到税客 我必须这么讲 对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有这个不确定因素 但是至少目前合并的原乡区 他们有这个困扰 对 所以我希望是说 这一次修法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把第三条第四款 来增加直辖市原民区 你刚刚的回答是赞同的吗 对对赞同的 那我必须说明一下 因为地方的税 大部分都是财产税 那个财产税的话 如果要增加收入 那可能会有人反对说 他那个财产价值又没有增加 那主记长可不可以这样 就是有机会可以到办公室吗 我们来讨论 毕竟我们也要提出修法版本嘛 对不对 谢谢 好谢谢主记长 那接下来请沈记长 请沈记长 委员好 沈记长您好 根据沈记部的这个非营业基金审核报告 他常常提到 原民会有一个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的问题 那最常被诟病的就是 这个原发基金呢 它的预放比率是常年偏高啊 确实 因为最高 我们一般的银行预放比 0.17% 但是我们的原发基金 他最高可以从20% 那现在大概也有8% 确实是太高了 那你们的解释是说 有待从根本协助提升 借贷户的金融素养 及财务管理能力 所以我们也看到 金管会或者是原民会 这些年也是去做了很多的一个教育宣导 或者是普惠金融的一些政策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沈记长 您自己个人认为 这个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 预放比过高 应该是谁的问题 是原民会问题比较多 还是原住民族 原住民个人的问题比较多 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比较多 我比较偏向 委员后面那个问题 社会结构 因为原民我们一定要帮他啦 是 所以能够尽量协助他们 尽量协助 因为金融研训宴 他2020年的一个报告 他有提出财务脆弱的六大族群 那其中就有新住民原住民 也就是说认为他们的财力是相对较弱的 抵抗力呢 也是处于极低的比例 所以他的抵抗力 包括自身的财力 所以这些方面 还有金融服务的取得等等 我想沈记长你应该比我都更清楚 那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他还会遇到 像他经济因素 他就有借贷需求 但是呢 元宝地 我们的银行通常都不愿意承贷放贷 然后呢 求助财政部也没有结果 那找正规金融机构 求贷无门 就找地下管道 最后呢 连土地都没有了 所以我想这个结构的问题 那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也看到 原发基金 它其实是有连年连续短处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有所谓的净罚补偿金 那当然谢谢主计处 就是在我们执询之下呢 我看到就是去年的预算 已经在今年开始放入公务预算 而且是足额 可是呢 过去多年来都不足额 而且是从重发基金的钱去处理 那现在虽然补 以去年来讲 虽然你补到21亿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短处的问题 所以那个原发基金也是连年下降 那我现在就是想要请教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部分 我们审计单位 因为我们的原发基金 它其实收入很有限 但是呢 我们看到它的用途 哇 还包括它要去做事业贷款之外 还有很多 包括要做我们的建构修缮 还要去盖社宅 还要去做温泉开发 等等等等 很多 那它钱就没有很多啊 然后也赚不了钱啊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部分 我就是想要请教沈记长 因为这个原发基金 它有连年短处贷款预放比过高 等等的问题 需要做跨部会的检讨改进 对不对 这应该不是只有要问责原民会吧 所以我希望审计部 对于这个部分 这个议题 可不可以提出一个专案的审计报告 给我的办公室 可以因为这个是这样啊 我们会 我们的基本审核会把所有的基金啊 看看它的盈以怎么样 这个MN发展综合基金啊 是有发现三年的短折情形 但是它的收入是有限的 固定进来不多 但是要做的事情很多 但是我们都期待它钱越来越多啊 因为要做的事很多 所以帮我们跨部会来想办法好不好 先把卖诊断嘛 只要符合那个规定 符合那个发换标准 我们即使有短处 我们也会发给它 那因为它有基金 它可以定决战办理 隔一年度我们再考虑 想办法让它可以赚多一点钱 好谢谢主计长 谢谢省计长 那如果有需要开会 也通知我办公室 好谢谢 下一位咨询请 李昆诚李委员 谢谢主席 那我们请主计长 请朱主计长 主计长好 辛苦了 这个 本席请教一下 看到今天这个报纸 这个题中有提到说 这个美国的这个年度预算 这个首度独裂台湾 这个美国 这个拜登政府 在2025年的这个年度预算 它其中有一笔预算 是一亿美元 这是对于台湾安全的 这个历史性的投资 这也是国际友台制中的一个 高度的政治意义 那可是呢 就预算法来探讨呢 这种编列方式呢 它的法律效果 有什么差异 就单独编列这笔预算 过去没有的 那如果按照这个 主计处来讲的话 这笔预算单独列出来 它有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在 报告一下 我们 我们详细的细节 我不晓得 它到底是给我们钱 还是给我们一个 好一个物资 对对 物资 就是它可能是一个 我的意思 不管是钱还是物资 因为过去都没有单独编列 这个一笔预算 特别是针对台湾的 那我的意思是说 像这个 如果我们的政府 有特别编列一笔预算 要做什么事情 等于是像你说 像现在拜登政府 特别编列的一役 要来这个协助台湾的这个安全 那它的这个预算 编列上面 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在 是 你说 是在美国政府 那表示对我们台湾坚决的支持 谢谢 对 就是它的政治意义就是说 这个坚决的坚持的台湾 而且是它一个 它既然有 有做这个事情 它表示它严格执行 台湾关系法 对对对 我的意思是请教 因为说 因为它有特别把它编 单独编列嘛 不是跟之前 可能就是跟其他的 印太地区 编在一起 特别把它提出来了 对对对 这种编列方式就这个运算法的意义来请教这个主计长 那刚才主计长也说这个是有特别 它有它的法律的关系 它的效益在 好那本期再请教 这个112年全国付税收入又创历史新高 年增2000亿元 高出预算数呢3900亿元 连续第三年优于预期 好 这个超收 那这个超收呢 这个也不等于是说国库这个年度剩余 因为还要经过审计部的决算程序 好那产生这个税计的剩余 好那透过预算法的程序呢 才可以编列使用 那本期请教 这个112年的这个税计剩余 主计处 初步估计 剩下多少 那有没有特别使用的规划的一个方向 那个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初步的规计大概是 初步的估计啊 大概是剩下1500亿 那个1500亿的话 我们要 对 这是后来就剩下1500亿左右而已 那个1500 那个所谓的3000多亿 3900多亿啊 是 是包括地方政府 另外一个 我们的那个钱呢 在法令上 它有规定要提多少 作为常债基金 常债的一个支用 而且我们特别预算 也有借钱 所以把那个扣掉以后 我们大概只剩下1500亿 我不能够说 我有税计剩余 然后我又去跟银行借钱 所以真正可以使用的 就是1500亿 对 那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使用的用途呢 这个是 我们任何的 比如说像经济部 它是希望说台电亏损 然后政府就可以来补贴 经济部有他们的想法 然后说他们的想法 如果经过行政院以及院长同意 院会通过以后 他就要编列预算 编列预算要送到大会通过才能使用 那主计长的想法呢 大院 那主计长的想法呢 那个是 我必须说什么 我们主计总署啊 只是做那个钱财 而且是他用的 活不活华 至于政策性要怎么处理啊 我们不能够用钱去管他的政策 谢谢 那本期再请教主计长 物价指数上涨率百分之二 那这个数字 主计长看起来觉得怎么样 那个是我觉得百分之二上下 大家不要过于说 有悲观或者是落观 因为一般物价过分的负成长 或者是接近零的话 都有可能有那个通货紧收的疑虑 像现在中国大陆 那百分之二是算是温和还是已经到了警戒 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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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温和 我刚才主计长讲了好多次温和 就是 是还没有超过警戒就对了 对对对 因为在这个 一百一十年之前 这个都没有超过百分之二 然后一百一一一百一十二 连续两年超过 那在过年段时间 今年的二月 又达到这个百分之三点零八 再加上台电的电价有可能调整 那所以在业党也有在批评 那这个国发会主委 孔明星 他也说 如果这个电价涨了百分之十 推升CPI大概会上涨0.2到0.3 全年的CPI 这个增加大概会达到两%以上 那请教一下主计长的看法 对我尊重他的说法 至于说0.2到0.3 那要看那个转嫁的程度 那个转嫁的程度的话 因为没有事实资料 因为有些东西 那个虽然说他成本高 企业会不会涨价也不一定 那另外一个 他可能因为生产力的提高 就不会涨价 像我们的外销物品 现在整个都是下跌的 那外销物品 那主计长 这个你再预测一下 今年的年度的CPI大概是会多 大概是多少 我大概是 大概是百分之二左右 谢谢 就算电价有调涨 也大概是落在百分之二左右 百分之二上下 百分之二上下 有可能再下吗 下的话那就要看那个 未来的那个外食会 未来的那个 那个水果的 是不是走向平稳 还有租金的 是不是走向平稳 谢谢 但是就是主计长认为说 如果在两%左右增长率 也算是温和就对了 也不必过于悲观 不必过于悲观 好 本期再请教主计长 有关于这个 闲置资金的问题 就是台湾 可能这个过去 这个除去是美德 这个我们的超额除去呢 这个每年都创新高 2024年的预测大概 超额除去呢 会有3.84兆 然后呢 超额除去率是达到15.46% 那大概每年都有增加 那但是呢 这个除去是美德 但是超额除去好吗 超额除去啊 在我们讲说 这个除去的钱 一定要利用 利用的话 当然是说 要做实质的投资 是一个方向 但没有做实质的投资的话 我们想去做金融 做国外的金融投资 也是对国内有帮助 就像我们央行 他的那个是怎么样 把那个外汇去在国外操作 然后是怎么样 每年对 赚了外汇 就是外国人的钱 然后对国内的 那个是怎么样 那个所谓国库的收入 能够贡献2000亿 这未尝不是坏事 所以说有投资的话 也不一定 一定要做实质投资 有些金融投资 也是有用的 但是我看这个数字 就是说从2021年开始 我们超额除去大概 每年都有三兆以上 三兆多 对都三兆多 那这个 那主计长认为说 我们是希望说 透过政策引导 能够把这个民间的 这个投资 在一些公共建策上面 但是我看来 好像这几年 这个 这部分政府的 这个政策工具 是没有做到 不然这个 民间的这个超额除去 都还是有到 这个三兆以上 每年都是三兆以上 对 因为他做投资 他一定要 未来说 这个营业可以增加 如果说 他的那个投资 未来 没有带动营业的增加 营业的增加 那个投资 可能就是一个浪费 所以说 要做怎么投资 我们必须考虑 而且 是不是一定要 做实质投资 就不一定 像新加坡 也是做很多金融投资 瑞士也 有都是有 很高的超额除去 但是他们 有做实质投资 也有 那我们有吗 我们在这方面 有做到吗 我们这边是 那个金融投资 比较少 所以我们金融市场的发展 还是很很重要 对国外的一个投资 还是很重要 对啊 我是认为 就是说 我们不管是 你讲的金融投资 或者实际上的 具体的建设投资 这个看起来 是没有做到 不然不会说 每年超额除去 都超过三兆 那刚刚我提到 说 我们这个 每一年 我们的税收 都是会超收 那是不是 请主席出这边 再针对 去年度的 超收的四大项目 比如说 证手税也超收 营业税也超收 证交税也超收 营业所得税也超收 然后呢 这个请主席出 这个能不能设计一个模式 就是说 过去我们可能就是 就这个经济成长率 来这个估计 这个预算数 但是跟实际的 增收数 这几年下来 都有落差 实际上 增收都比较多 那是不是 能够根据这个 刚刚本期所提到说 这个四大税 税收的项目 这个比如说 在这个重额所得税上面 过去是激进成长率 然后现在呢 可以看这个 基本工资的调整 还有政策利率的调升 那营业税这方面呢 我们看民间消费率的成长 那营业交易税方面呢 我们这个 当然是维持日均的成交值 选择区间不同 营业事业所得税这方面呢 我们来看这个 出口 还有工业的生产指数 就是说你们的这个 可以参考的这个指数很多 不是只有 参考这个一个 经济成长率 那这样子 所做出来的模型 算出来的这个预算数 是不是会比较准确 也不会说 每年都这个 我们的这个预算数 就实际上 征收的这个数额 会超过这个预算数 委员的建议 我完全同意 不过我必须 跟委员报告一下 财政部目前也正在 委托专家随者 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谢谢 好 我是希望说 这个不要每年都 都是超收 超收虽然固然是好事 也代表说 这个我们这个财政部 在这个编列预算的时候 这个还不够详实 好不好 谢谢 好谢谢 谢谢主席 好谢谢 现在请请陈玉珍 陈委员 主席 请请沈记长 请朱竹记长 陈審记 委员好 首先 这个本席肯定这个审计部 长久以来有依法独立行使 审计职权不受不当的干涉 有提出中央及地方县市政府的这个 审核决算报告 那在我看到你们对这个111年 因为今天很多人都提了很多 我们全国的事情 应该来讲一些金门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审计和主计方面的事宜 111年金门县总预算的执行结果 所以入决算数是123亿多 是近5年的新高 当然是因为我们很主动 积极的争取中央补助款 但是受那个COVID-19那个影响 捐赠和归费不如意期 所以金门县的自酬裁员的金额比例 从40亿33% 比107年减少了8亿多 就是少了11.03% 等于我们的金门县的这个 自酬裁员比例就是变近5年的这个新低 显示 这是你们写的 显示对金门对这个上级政府 补助收入的仰赖日益生 111年金门县的税入 税出相抵短处17亿多 连续6年的这个巨额短处 财政的这个失衡状况就越来越严重了 虽然我们现在是没有债务 但是我们还要付很多 包括救治的公务人员退休金 优惠存款利息就要付53亿多 对日后的财政 金门县日后财政可能产生这个负担 这个是你们写的啦 你们的这个报告嘛 对因为那个金门虽然没有负债 但是我们观察出来他现在每年都有短卓 现在的大部分文导的县市啊 每年的都有大部分都开始有胜 都已经有胜以的 金门出现反现象 对就是因为财政的财政就是越来越差了 他有短卓的现象 所以我们想请那个主席来谈一下 主席长 谢谢主席长 主席长 主席长好 来 那个你们有一个 各直辖市场县政府的财力集市表对吧 对 根据这个规定 就是中央对直辖市场县政府的计划型补助款 按照这个集市表给不同的比例嘛 对吧 对 那金门市第几级 你们总共有五级嘛 对五级 对 金门市第几级 第三级 我们金门为什么第三级 第三级是哪些 因为我必须知道 台南市 高雄市 新竹市 我们是里岛耶 跟台南高雄排在一起 我们有一个那个集次的那个行之多年的一个方法 你们的标准是什么呢 那个如果是直辖市的话 因为有六个 第一级一个 第二级两个 第三级三个 台北啊高雄啊 第三级会有五个 第四级五个 第五级六个 我知道就是每一个集市 就是 我们是才相对的概念 对就是5555嘛 我也知道你们按照三个 五个五个五个 五个五个 我是说县市 五个五个五个 那你看一百年 民国一百年六租成立后 这个各县市这个有变化 对 我们同样是里岛的澎湖跟 沿江就是马祖 都从第三级跳到第五级 为什么我们金门还是在第三级 那个金门的 大家也都知道 金门到金门也没去 去有那个 金门三个 都没有借钱过 我知道金门没有借钱啊 但是你这个 你这样子是惩罚我们这种 好小孩啊 模范生哦 因为我们没有借钱 所以你们就要 让我们自己输多一点 我们那个 不是 就是那个补助款 就是本来就是说 比较好的 我们就是比例 比较少 比较好的财政就补助少一点 比较差的财政就补助多一点 对 所以金门县应该把财政弄淡一点 让你们补助多一点 自己少出一点 比烂就对了 那个是 我跟各位讲 我们的方法 如果你往上升的话 我们还有奖励措施 你看哦 我们一百一十年到 一百年到一百一十年 你看我们的财政状况 我们的现库存款 已经从一百九十五亿 剩下一百零五亿 我们这几年已经减少了九十亿 可是我跟各位讲 你们的累计胜移 还是那个成长 财政的 那个剩下的 那个累计胜移 还是成长率 还是全国第二高 就是我们表现还是很好 因为金门高点酒 还是算败的不错 我们也是很努力在喝 但是 但是 但是你可以这样子让我们 为了我们自己的财政 努力的喝高粱酒 但是让我们中央格文补助馆 一直闻风不动的 要自己出这么多吗 那你就好像 学生如果考试考得好 那老师就不给奖励 你说让我们把它考到 不要每次都考九十分 要考到五十分 这样才会奖励我们 没有让你们说是什么 说什么 你们都是在第三级嘛 是那一个县市 对第三级啊 我们怎么跟台南啊高雄啊 这大都会啊 新竹 因为我们是分成 我知道县市 县市就是高雄 那个新竹市嘛 新竹有科学园区啊 你们也有很好的地理环境啊 我就说 你就高雄都会不会就职啊 相对其他的啊 所以你说我们是就职 你才会给我们补助 多一点就对了 是这样 因为我们没有借钱 所以我们只好 自己出多一点钱 来给自己地方做建设 所以我们是有就职 你就会给我们更多一点 因为就会变成 因为我们就可能有负债 有负债 就会可以从三级改成四级 改成五级 你是鼓励我们这样做吗 贵 你讲一下 贵县的 那个累计剩余65亿啊 它的那个成长 很少啊 已经从一百多亿剩下 两百亿剩下一百亿 再剩下六十亿了 很快会变分赞 仅次于台北市 我知道啦 我的意思是说 你刚刚的说老师说 因为我们的五纯级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 给我们那么好的 那么多补助 没有我想请问主记长 所以如果我们去借钱 你就会给我们比较多的补助 因为我们的财政就会变差嘛 没有这种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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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是要怎样 因为 我给这个是什么 根本的补助款 那个是什么 跟113跟12比较的话 它的成长是百分之九点几 那个我知道 我知道我们的补助款 我们很努力 我们很努力争取 这个是 我们努力争取 这个我们努力争取 那个是 你这个是总额 我说是比例 就是说 一样建设下来 第三级的县市 比例补助多少 比如他90 92 我们必须要财政收支方法 就是要让穷的能够得到 我知道 主记长 我只是想请问你 我们金门县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 我们很辛苦 我们为什么就是要比 澎湖跟马祖 多两级 我们自己出的钱 就是要多助很多 比如他们补助 90% 我们要 如果是马祖跟年江同一案 一个建设 是马祖跟澎湖 同一个建设 他们就是补助大概90% 他们只要自己出10% 我们自己要自己出 比如说18% 20% 啊你真不公平啊 平平是李导人不公平啊 就是因为我们金门 刚刚就卖比较 但因为我们很努力 我们金门很努力喝 然后 你这样子 因为每一个县市 都是用同样的标准 这个 报告主记长 这个是惩罚好学生啊 对不对 你要让我们把财政 也没有啦 也没有 是那是一种光荣 就读书一下好 一直考90分 那就是不给你 多一点奖励 你再考到50分呢 奖励多一点 糖果给多一点 这样子很不公平啦 你要不要思考一下 怎么来帮助我们金门县 那我们比如说 不要 我是希望将到跟马祖 跟那个蓬吾一样啊 第五级啦 那不行你至少让我们第四级啊 我们怎么跟新竹市比啊 这种不能够用喊的啦 这个是 不是说用喊的嘛 你看看哦 你是 你看你是用 近三年度 决算审定的 自有财源比率的平均值嘛 自有财源比率的平均值嘛 16线是贵线是排第四的 排名第六啦 排名第六啦 现在排名第四 要降到第六 才能变成第四级嘛 就是我们必须自有财源降低嘛 意思是我们久的要赚少一点 我们才可以中央补助多一点 你就是惩罚好学生 你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对那个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你刚刚不是这个意思吗 台阵部有考核 根据那个考核好的 我们有奖励 考核不好的 我们有那个是怎么样 那个所谓的扣款 那贵限我们的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财政部那个部分 包括各个部会都有相关这个履历 我都知道 我只是要说 在最根本的地方 我们希望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分级里头 我们觉得说 我们不能跟新竹市比啦 科学园区耶 对不对 我们跟马祖跟澎湖一样 都是离岛县市 对不对 我们的财政之所以好 是因为我们自己真的很努力 在经营这个金酒 这个金酒是我们最大的收益 大家都知道吧 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没有我们也没有天降横财 那在我们这样努力下 你至少要鼓励我们 对不对 在补助的部分 我说你今天不能让我跟 马祖跟澎湖一样 那至少让我们 至少到第四级 这个部分 你是不是帮我们思考一下 不然我觉得当好学生 好像一直没有受到鼓励啊 您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刚才讲到 因为是好学生 所以我们的一般补助款 增加的是 在县市排名是第二 谢谢 我知道我没有增加 增加补款 是因为 比如县市政府要努力去写计划 我们在中央要 努力跟各个部会 要求拜托 施压 来增加相关的各个计划的这个补助款 你这个整个回去 没关系 主计长 你这个回去想一下 这个是 本期在 财政会的重点 谢谢 好谢谢 好 谢谢 三位 來,請劉命塞委員 主席各人處理習慣大家好,主席請主席長 主席長你好 主席長你好,你在這個位置擔了很久了 可以說是一副單光萬夫莫及 一個人擋在這邊 我想請主席長做很多的事情 十年前台灣的貧富懸殊大概是多少 今天台灣的貧富懸殊又是多少 就是如果分為五等份的話 十年前那個最高的時候是六點三到六點四級 六點三到六點四級 那目前是六點一五,謝謝 所以你意思說貧富懸殊變低了 是稍微有提高一點 但是跟前面的您講的十年前 是稍微還是有下降 你講的這個數據喔 你自己講的很開心 我們可以把那個資料拿來看看 但是 我可以把那個圖給那個 有可能即將離去喔 離去的時候 林爽秋波啊 即將離去 你跟拜登一樣要繼續要再擔任主席長 我不會啦 我不會啦 我的任期的 蔡總統他的 是我的派遞是他發的 他五月十九號離開 我也是五月十九號離開 我想那個 民調數據可能也會說話啦 就是主席長在一般民眾的心裡 是覺得他應該要做點事情的 他是應該要把環境改善好的 他是應該對於社會上的一些弱勢 一些富者越富的情況 貧者越貧的情況 應該要做點事 把它拉近 應該讓所有的年輕人 感到未來是充滿希望的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這幾年社會福利的 已經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六點幾 佔總預算大概百分之二十六點幾 大部分的支出都用在社會福利 你知道嗎 你可以說 但是年輕人 他會覺得不滿足啊 你想想看 一顆茶葉蛋 請問現在茶葉蛋一顆多少錢 價格不一樣啦 你問我我有準備啦 茶葉蛋啦 那個全家拉爾夫OK 茶葉一顆十五塊啦 十五塊 十三塊啦 十三塊 三十七還是十塊 十八塊的是手掌蛋啦 喔 手掌蛋那個 還有一個是十九塊的 我不會再被你騙啦 對不對 對 你去查了很清楚 所以你要更應該要了解到 年輕人 一般民眾心裡的痛苦 以前我們去吃一個蛋 一個蛋才五塊啊 現在吃一個蛋要十幾塊 主議長 你還這樣笑嘻嘻的 其實我心裡是覺得蠻難過的喔 因為我們常講說 一夜之秋 我覺得這個叫做 一蛋之醜啊 一顆蛋 就可以了解到 民眾的內心是多麼的憂愁 每個年輕人在台灣 就好像是一隻鐵籠裡面的松鼠 一直轉一直轉 那請問主議長 哪一天他可以下來 他可以看到外面的陽光 看不到嘛 因為薪資永遠趕不上物價的上漲 一般的民眾啊 就每天 就好像是一個機器人一樣 人是活的 心是死的 在台灣 他看不到他 他永遠的未來 看不到璀璨貴力的明天 主議長 在此同時啊 我們都把那個 那個所有的視野都關著 關在台灣 自己看 然後看的數字 覺得哇 宣布得好開心 那我請教一下主議長 現在新加坡 平均的實質薪資是多少 新加坡因為他物價水利水水水高 他們大概薪資 大概接近我們的 大概是 也1.7倍 算2倍 可是他的生活费用是很贵的 没关系 你慢慢一条一条来算 所以至少他一个月 平均是可能领新台币8万以上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台湾的年轻人 他不要在台湾工作 宁愿跑到新加坡去工作 很多外流的人才 新加坡的生活学统 是台湾的大概2倍以上 很多人都跑出去了 很多人他的心理想法就是说 我去新加坡工作没关系 我每天吃泡面 我辛苦一点 我挨个3年5年 我可以赚的奔满 钱就可以累积很多 可以赚很多的钱 至少人个几年回来 就有一些收入 可是在台湾目前的情况 就是三个字 苦苦苦 所以我希望主计长 你在可能即将要离去的 这个时间 你也没有什么压力的 你应该把你内心真正 对台湾人民好 对年轻人可以照顾的事情 你要勇敢去做 比如说 与其 钱乱乱花 倒好不如去年 税收超增 我们没有乱花 我们没有乱花 每一个人 今年度就发1万块的红包 不要再骗我说没钱了 每次都说没钱 就还不是照发 83条第4款不要用 那个发红包就是利用83条第4款 那个又会碰到那一个 所以我们最后也是发的 立法院你也很清楚 每次讲不行的最后都行 你不要把人民的血汗钱 花在浪费的这个特别预算上面 与其断断花 倒不如赶紧来照顾年轻人 年轻人多么盼望你的1万块 你上次1万块没有发 结果你发6千块 我没有去理 我表达了实质的抗议 因为你如果给我1万块 我1万块我会捐出去 但是我希望 今年你可以重散如流 不要让他发钱 把钱发给每个民众 一人普发现金1万块 发给每个人红包1万块 主计长 你能不能最后做点好事 我钱可能要用在更恰当的方向 可能要花在更恰当的方向 没有 你所用的这个钱栅 很多现在都是蚊子馆 没有啦 钱栅我们就有做安根县 稍益都有做到 安根县有做到 我要谢谢你 但是很多没有做到的 做得好 我们会奖励 可是做不好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就是唯一的要求 就一个人趴1万 那刚刚有讲到说 台电可能现在 即将又要 塑造这个氛围 要涨价 其实民众已经受不了啦 主计长你应该要讲点良心的话 就是台电如果涨价 涨10% 那以后所有的市农工商 我们所面临的吃吃喝喝 交通会不会涨 我们早餐店后会涨 另外一波可怕的涨幅 即将在电价涨10%以后 又陆续涨开 那请问 主计长 你能不能保证 所有收心阶级 所有年轻人 薪资也可以涨10% 今天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这个台电的涨价 倒是考虑到台电的成本 我们不能够一直说 用那个预算去贴补 主计长 不是每年都有税收抄 主计长 那又来了 选前说不会缺电啊 台湾不缺电 选前骗选票 选后又继续要跟人民捞钞票 来补贴台电 确实对吗 电价反映成本是两回事 那你为什么要 目前我们 我不晓得收 那台电为什么要涨 台电要 他涨就是大家 王部长也讲过嘛 他的成本 他的那个电汇 是在成本之下 那你为什么说 台湾不缺电 选前啊 我们也讲说不缺电 而且台湾目前 也没有说有缺电 那个路易教杰掉出来 他们说台湾不缺电的 我没有说不缺电 如果你反应 不是啊 我觉得目前也没有 所谓的缺电的情况 那你说台湾缺不缺电 目前没有 目前明天会不会有 我不晓得了 那个是 对 你在明天 缺电不晓得的情况 在未来不吃的情况 你来恐吓人民说 一定要涨10% 不然台电会倒 台电倒跟一般的 受薪接息有什么关系 你政府要让他不要倒啊 你可以买军购 花几千亿几千亿这样花 那你为什么要让台电倒 还有一个 那个是两回事 不能配比 美国现在他编列预算 说要给台湾一个预算 那请问 主计长 台湾可以接受 其他国家编列的预算吗 那你这个账上怎么算 没有他那个账的话 他们来 就是说 看是 我不晓得他捐的方式 如果捐的是钱 我们当然 会列在那个预算里面 如果捐的是物资 那个国防部会列账策管理 谢谢 那请问 他编的项目是要做什么用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因为我没有看到 是补助台电呢 还是 是补助台电呢 还是编的预算要分给我们每个人一万块 当做基金 我不晓得 说那个台电的 你如果他是编武器的话 那我觉得 这个不妥当吧 你在其他的国家编武器 鼓励大家赶快两边去打仗 你为什么不编一个和平基金 让两岸鼓励赶快来洽谈 和平的事项 两岸不要打仗 两岸不要打架 今天是人家要打我们 人家援助 我们很感谢 我们并没有要去打人家 谢谢 你这个就好像以前 小学在念书的时候 一方面叫人家乖乖乖 然后有的 同学就怂恿 你打他 你打他 打完以后买乖乖给你吃 这什么逻辑 我们希望的是两岸的和平 我们不是需要 拿到的预算 然后买武器 那你买武器 对方说他要买武器 两边就变成军事的一个 竞购 这样对台湾有好吗 我们也需要和平 可是现在是人家 对我们 最后了 因为时间到了 那个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是多少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我们目前的预估是3.43 OK 我希望还是要体恤 所有全民的辛苦 就好像台湾的股市 现在已经2万点又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的 真正赚到钱的少之又少 整个股市就一直台积电 武林独处一尊 就是靠台积电在撑盘 可是真正的百行百业 百工百业 萧条的还是很多 我希望主机长你考量的 还是多数民众的利益 大家要的是要生存 大家想的是要生活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罗委员 谢谢 好 没关系 来 接着我们请王世坚王委员 主席又请 我们那个主机长 请主主机长 谢谢 谢谢主席 主委好 那个主机长 你今天上午 在受访的时候 还有达巡委员的时候 你提到 那你讲了一些 我还以为你现在就要走了 马上就要走了 你是说你不会那么丢 我后来看了逐字稿才发现 不是 你是说 你不会那么丢脸 主动表态留任 对 那我现在就跟你讲 那你也不能丢脸 说走就走 不是这样吗 我要为国尊重 我那个是 说走是我的决定 那人家要不要留任是人家的 我不必去 要负责任 要负责任到最后一分钟 不是这样吗 5月19号 晚上10号点 因为这几天 你昨天你公布的一些数字 那确实 我们现在 不论是在薪资所得的差距 收入的差距 或者这个经济成长方面 通货膨胀方面 确实有一些状况 我以为是不是 你马上公布了这些招的状况 那就要赶快跑掉 要留下来负责任 至少这两个月 做一天而上 敲一天钟 我请教你一下 在你可以掌管的 两兆八千亿 这么多的预算编列里面 其实你就是国家的帐房 不是吗 事实上 既然你是国家的帐房 那你也预见到 你们调查到的一些数字 那可能我们会碰到 一些通货膨胀 一些经济成长方面 碰到的问题 那你有没有对 各部会提出警语啦 你怎么可以任由他们 爱编多少就编多少 不是这样吗 没有没有 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的这些报告 都是在发表之前 就有通知各部会说 会这个样子 请过 那个过部会 他就要采取 投表报告之前就有通知 就有说说 没有 你在这一本报告里面 是没有通知 你把你有通知的 哦 你通知哪几次 你会整给我 好不好 你有没有 告知各部会 对 各部我们都公布在网站上 各部会应该了解 我们都有跟 在要发布之前 我们有跟总统 副总统 院长 副院长 都有 就一个说简单的 物价指数 二月份 物价指数 急速的上升 这到3.08 这已经达到通货膨胀的标准 你有很清楚吗 对 不是这样吗 跟那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去今年的过年 是在二月 去年的过年 是在一月 所以说去年的二月的 基数比较低 因为我们的物价 都是跟上个月 去年的同一个月份比较 所以去年的基数比较低 所以就会比较大 这一部分 你说明得很清楚 我知道了 但是 这确实是个大的警讯 不是吗 对 更何况 二月是过年没错 可是再来 四月是最伤脑筋的部分 二月都这样 只是因为一个过年 物价就这样 导致通货膨胀 那 那每年过年都会通货膨胀 那再来四月 电价 要大幅上涨的话 如果跟上一年的 过年的月份 也是一样的话 就不会说是有 3.08的现象 那个 并不是说 碰到个年节 那 物价就会 长成这个样子 那是季节性的 现在看到的 不一样 现在看到的 我们有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危机 我相信你很清楚 我就跟你讲 四月份电价要上涨 但是 电价又不得不上涨 那怎么办 我想 主机长 这个部分 你要多 花点心思 四月还在你任期内 不是吗 我有提出一些数据分析 给那个相关的部位 我必须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主机总数 只是把数字呈现出来 我不能因为这个数字 去说你们该怎么做 因为政策是有过部位来决定 这样子啊 这个数字 所以 他出这个警语 最不听话 我看书发布吧 都已经 有这么多的状况 他还在那边 用那么高的租金 去租那么豪华的大楼 那总共总花了 连租金 连 连双王花了三亿六 我这个东西 你何止警语 你应该面 当面 跟他 讲说你这是不对的 要反对他编列才对 不是这样吗 可是我让他列上去 他们有请国有财产署 提供一些 但是国有财产署 也都提列不出来 就是没有办法找到 提列不出那么好的 供他们去享用就对了 因为在台北市中心 要找出 这适当的空空间 并不合格 我很感谢你把 很多资料 你确实是 很详实技术 谢谢 我比方说 实质的总薪资 这个部分 那你有加入实质 有去考量 这个物价通膨的部分 那这个确实是负成长 而且 这个 现在我们上班族遇到 这三老金的问题 我们的工时越来越长 那么 所得薪资越来越低 而且贫富差距 也是创下 这十年来的最高 根据你的数字 前20 后20 差了6.15倍 那这些都是状况 都是问题 你有预见到是很好 那你也提到 如果我们有高达 这个GDP 那么 花在 员工的部分 薪资的这个部分 已经下降到43.3 43.3 这些部分你 提供的数字都 很详尽 但是 相对应的 我相信 以你这四十年来的 工职生涯 你应该有很多 好的具体的看法 至少对各部会 发出警语 至少约束 他们 经常性预算的增加 不是这样吗 对 跟委员报告 我的工职生涯 在 就在主计总出来的话 到5月19号 才8年了 以前在健保局服务 以前我是在学校教住 并没有在公交机关很久 谢谢 哦 那 那你 你在健保局的 也不算工职生涯就对了 对 我那个时候是借调 谢谢 那不算工职吗 健保局 对 是借调 谢谢 好 那至少 好 你这8年 以你学友专精 你这8年来 你对 我们是 政府的了解 那 你应该提出很多警语 很多建言 不是这样 我们都有一些资料 而且我都 如实地表达 没有去 没有去美化 这个数字 而且我的任 任在这几年 我就是要让首长 每一个首长 他们花钱 要活化化 而且要经过大院同意 谢谢 好 时间暂停 主纪长你请回 我再两分钟问一下 我们的沈记长 委员好 沈记长 对于改善所得分配 这其实是刻不容缓 我知道政府 这8年来 长时期都在做 经济部也有提出 他们的几项政策 那我就是想 让你简短的答复说 你认为 以 你的观察 你的监督 你认为 经济部过去 关于 要 这个改善 所得分配 他们提出的 这些政策 你认为 成效如何 因为 因为从 主纪总处的统计里面 它是扣大的 再主要就是因为 这些 现在的 因为科技上的一个问题 有的很高 有的很低 大部分都很低 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今年有 青年有低薪的问题 刚刚委员也显示出来 十足薪资也下降 所以这个 等个 频度就开始产生不惊 这个部分 我们 审计部 113年 会 通盘 进去了解 包括委员所提的 经济部的部分 我们 因为 企业 都 刚刚委员也有 也有 显现 他的 他的那个 薪资的贡献 那个 都降下来了 所以这几分 我们 会来 努力 会来 总统部 你们对 那个 公务员 对我们各部会 我们公家机关 你特别 有这个 这样子的实时的监督 的考核 我们立委在看到 预算的时候 没办法看到 每一个层面那么多 我们比方说 我们在 这个 我们只能监督财政部 经管位这些 其他部位 也会变成 这个力有未打 但是 审计部 你握有这个审计权 你也 你也可以 透过 监察院 有纠正 这样子的权利 所以我相信 你们讲话 各部会 更能够听进去 是的 国家给你信道 就对了 我们立法院 这个我们的执掌关系 那我们这样子对预算 的审核 对他们政策 成效的如何 我们检讨率 可能不如你们 所以这一点 我必须要特别要求你 也算是拜托你们 应该要这一些政策 实质 下去做审查 好不好 谢谢委员的鼓励 我们会来努力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王委员 接着我们请 谢一凤委员 主席好 我想要请我们主计长 主主计长 你那个茶叶蛋调查没有确实 我记得全家有一个麻辣茶叶蛋 好像二十几块 因为我不晓得有麻辣茶叶蛋 我们的同仁知道 我们同仁知道 谢谢 好 那我想要请教你 你预估今年的CPI是1.85 对那个是没有包括电价 谢谢 没有包括四月份 因为那个电价 目前到底调多少 目前的幅度 不晓得我们没有 没有办法做预估 谢谢 所以是不包含电价吗 那你二月份 你说是因为基期的关系 所以年征率是3.08% 对对对 可是如果加上电价 比如说如果 如果未来加上电价 有没有可能 今年度的物价指数的 增幅会超过2 可能 可能 但是 那要看那个未来的 那个所谓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就是说 蔬菜水果的一个情况 因为蔬菜水果是一个未知数 有没有台风啊 或者是是那个能源价格 国际间的能源价格的影响 所以也有可能就是其他的蔬果的价格 那当然了 我我看了去年度的 就是说前几年的 如果物价上调的时候 PPI也同样都会上调 那 生产那个PPI上升的时候 会不会就是让制造业的 这个电价上涨的成本 转嫁到所有消费者 可能 但是这不是完全百分之百 转嫁 那个很难讲 那个 我想 我也很清楚 那要看 看那个供需弹性 而且 它如果是技术进步的话 它可以吸收 但是 我是说 但是 大部分的情况下 在这个电价上涨的时候 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吗 是不是 那个是 就是我们有直接 直接效果 直接效果 因为我们民生用电脑 的占CPI的全数 大概是百分之一点 但是另外一个 那个就是 就是从供给面来看 我们清楚 供给面来看的话 它 它那个会不会转嫁 就是我刚才讲的 所以你觉得 超过2% 还是到2.5% 你预测 有时候人家 你都看人家不一样啊 因为 我要看它的一个涨幅 它至于说 涨价的程度 那个是假定 那个是假定 所以目前的 涨价的幅度 都是假定的 对 转嫁 媒体说的 资产 那应该要看它 它是否会有多少转嫁 而且它的 据我知道 台电的方案 它可能 会有一个规模大小 可能涨幅 可能会不一样 工业用电 也涨幅不一样 是不是 有 据我知道 有这个规划 未来这个要看 电价审议委员会的 那一个审议决定 但我们央行 总裁 我们洋总裁说 未来CPI 2% 是常态 你赞不赞同 我是认为 因为世界各国 都是认为 而且我们这个 2% 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 是比较低的 在东亚这几个国家 我们只有比那个香港 香港高 所以你觉得 未来台湾的这个 就是物价指数的上涨的年增率 都是2% 对那应该是国际间的比较 我不敢说都是2% 那个我刚才讲的 未知数是不确定的 好 那还有一个事情 这其实 电价的上涨 还有我们3月15号 还有碳费的这个 审议的那个 第一次开会 那你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是3.43% 对 证为 如果电价上涨 然后还有我们碳费征收等等 相关的这些因素 产生的时候 你这个3.43% 你有没有信心可以达到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的估计 对那个电汇的 对局势低的影响 大概是0.1个百分点 所以不大 当然要看它的涨幅 如果它的涨幅没那么多 会比0.1更低 所以你的模型里面 显示电价对于GDP的成长 是没有影响的 不能没有 0.1跟委员报告 0.1就是有200多亿了 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当然有啊 200多亿不小啊 因为我们的GDP 大概是经营可能接近25兆啊 那个0.1个百分点就是大概200多亿啊 你刚才听起来像没有 你现在又说有 如果碳费加进去 碳费的话 目前什么时候调都还没有确定 所以还没确定就对了 我们也没有在做那个估计不确定的东西 我在每天都要发布说会怎么样 这样子会影响政策 我我我一再强调我们 只做会计统计的一个工作 那做政策的我们不 我们只做叙述统计啊 不做那种那一种价值的叙述 我可以跟你讲以前的预述 好啊 我们不要在这里谈学术性的问题 我们讨论一个哦 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 到底你预估的这个3.43%不会达成 会怎么样 不会达成 不那个就是所谓的一个是什么 像那个是什么油价的上涨 油价今年度很 因素很大是不是 油价 因为我们目前估计油价是以81块多来估计 接近82块来估计 那对于说将来油价的 会有一个影响它的涨幅 好 这只有油价吗 还有什么 当然像国际原料的价格 或者所谓的地缘政治啊 不确定因素都可能 好 我时间到了 谢谢哦 谢谢主席长 谢谢协委员 谢谢主席长 接着我们请张旗凯委员 请张旗凯委员 请张旗凯委员 主席长 主席长 也请张 谢谢 主席长跟審議长好 今天很欢迎看到这么多 资深的審计人员跟主席人员 要跟你们致敬 你们为人民勘紧荷包 对国家贡献是很大的 齐凯今天要先给大家看一个画面 这个卫民我相信很多资深的 主计跟審计人员印象应该很深刻 这是三十年前 同样在这个地方 在審计委员会 那时候的審计人员跟书正平 立法委员王建轩 当过财政部长的王建轩 他咨询 书正平他这样说 他说有部分的机关 以远超过市价的价格去乘租办公室 浪费了民脂民膏 有风骨的 施政平一说 他已经开始注意这问题了 已经把最近几年高价乘租的单位 列为清查重点 王建轩他这样问 他说你要努力的人处理好事 施政平怎么说 施政平说这事情 我半年做不好我就切腹自杀 媒体的评价是说 是一个有风骨的沈记长 新隔队 很期待 今天我执行的主席长和新隔队 一样是有风骨的 好不好 我们肯定 主席人脸跟沈记人脸的贡献 所以我今天把大家怀念的这个画面 调出来给大家看了 可是呢 那来看下一张 社会发展部 我先问一件事 他为什么一定要在市中心 他租金为什么一年半要花掉七千万 更离谱的 他为什么要用掉 双王会就三千万 朱家庭 主席长 你懂说为什么会批准这笔预算 那个我们是 那个租金是一个整笔 他他到底要 要在 花在多少上面 那个是我不能够说 因为他有去找国有财产署 希望国有财 帮忙他找 结果都没有 我打岔你的话 你对我说他一定要在市中心 为什么一定要在市中心呢 要在淡房区呢 他说他直接拿这个笔 点下去就可以批改啦 指纹上去就可以签公文啦 他就不跟你说 我在哪里 上班都不是很重要 诶 主席长 行政院对于所有的部会 所有的机关在外面出办公司 是有要点 有明确规范的 他现在两个部门 他在星光大楼 三百五十四 人对不对 才三百五十四个人喔 他为什么一定要在市中心 为什么三百五十四个人 要用到 一年半用到七千万 这不是名指名高吗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他们是 他这个是过渡时期 他未来是行政院的 曾经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主席長 你故意人喔 我是请问一下 你能不能从今天回去检讨 这笔钱不要再编了 我又问你更重要的事情好不好 他为什么用掉三千万的装房费用 今天最新的新闻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 把总部处长换掉了 为什么 一个地方委员的装房费用三十万 市委部 一个办公室 用掉三千万的装房 而且还是半个而已啊 他有两个地方 对不对 他一个星光大楼 用掉三千万 差不多跟我们一百一十五个立法委员的 中央会用差不多 主席长 我们两个找时间 包括新门家庭 我们在看空间 空间我角色 不是 第二个 这个有没有责任 这样好不好 把他当初 招标 绝标 公文 契约 一个礼拜送到本席办公室 可以吗 这个是可能要跟数位发展不一 你怎么钓啊 他花你的钱呢 我这边不能钓他的 我这边 他花你的钱 花国家的钱 想要问你 我当然对你啊 我这边不能 不能钓 我没有那个权利 你钱花掉 这钱不是你 我刚才 没有 我现在追一个责任 第一个 当初主席单位里面是谁 把这个 批准了这七千万 这是一个责任 对不对 谁 把这个三千万给他的 出界处都没钱 没有责任吗 对 他有他们的主席人员 他有他们的业务 那不是你管耶 你 你派到主席 你是一条鞭耶 来 不好意思 我请问 你应该是有风骨的 审计 审计长 老奖你吃饭 所以我们看你的结算报告 都老奖写得不错 可以吗 省计部可以这样花钱吗 我要 呃 金领会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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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然后 主席单位 你请你的 在世卫部的主席人员 把他的 当初这个装华费用 怎么结标的 怎么招标的 跟我们一周来上外办公室 可以的话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 世卫部来看 来开箱 世卫部是空间购的 是不是 为什么用三千万的这个装修费用 装华费用 为什么那么贵 我可以请他们说明 但是去 调查他们的那个 是不是要立法院 我我详细前前不晓得 本席要求还不行吗 你要什么程序 我们等一下 立委的 立委的 立委的前先不能掉这个资料吗 对 今天 主席 主席 医生啊 本席要这个资料过分吗 政府资讯公开是应该的 这个也没有弊端的话 何具之有 提供法 看多久提供 去要去调阅的话 是 是不是有 招标资讯这些都很公开 主席 我去 我去执行所有的担委 你第一次回到 你没有前线把 不能把这个资料送来 你是第一个 我没有说不能送来 因为我不是 这不是立委明定的权限吗 而且帮人民看见何方 不是只有我 是你 这么多的省计人员 主席人员 过部会的权责 那个过部会的权责 蛤 他是 就是说 他可以数位 您可以要求 我当然会去跟市委部要 可是我对着你嘛 你关钱啊 我不能 你叫你的主席人员 欸 市委部有你的省计人员 有你的主席人员 有你的主席人员 当然有啊 有啊 你去那里抵啊 我 这个能不能这样子 我必须 你不知道 以前所有立法委员跟你说 要给你拿资料 可能有弊端 可能浪费的 你都这样回答吗 不是这样子啦 就是说 委员如果有必要的话 可以请求他们提供 好 我就是有必要 不是请求他们 请求你 主席人员 你们有派人在这个 一条边嘛 有在数位发展部里头嘛 那你们主席人员 如果当初 应该也会提出相关意见 如果没有 是不是有相关 责任这也是我们 张委员下去要追究的 所以你们 如果觉得没有问题 就提供资料 这没什么政府资讯公开 又是造调的 我要去看法律程序 到底怎么走 谢谢 蘇格林区到底有什么 有个人的地方 你现在 你现在完全违反 立法委员的职权 要跟你要东西 你怎么可以这样打 你这不是藐视国会吗 不是藐视我一个立法委员 是不是藐视国会 哪位同仁可以 可以跟主席长讲 可以请他可以请那个书会说说明 但是调帐是不可以的 来说明 招标不是公开的吗 你这个招标的公开文件为什么不行 阿中宏 阿中宏 他敢买去你那里 他说他的招标的过程 是怎么拿多少钱 我怎么不可以 招标 绝标 这个应该都有公开资讯啦 你们统整一下送给张委员 主席长 主席长 政府的工厂 你怎么知道 你要承议的钱开去到 你来说明一下 你来说明一下 是跟专委员说明一下 因为依照我们预算法的部分 我们是针对他的预算执行情形 可以来请他这个地方 来提供这个说明 预算执行情形 至于委员 你提到的是 涉及到合约的这个部分 那合约的部分 交由数位部 他来 你专业在这里提供说明 你如果叫他来 要说明什么 董天主席 要招标 绝标的问题 不然他要说什么 他要跟你讲什么 他要带这两个最关键的文件啊 你们就请 世卫发展部的主席单位提供 给你们总 这个总处 总处在送的地方 那边就好 然后你就叫他把 我刚讲的这个东西 招标绝标的合约书 招标绝标的合约书 可以不可以 那个 跟他们拿来 这个我必须 主席定有 那个省记长 省记长 这个有秘密 这个有秘密吗 这招标 招标啊 大概在 那个 网站上 对啊 对啊 可能网站都已经有了 你都还不给我 主席总处 整理出来就好了 好 好啦主席长 一个礼拜啦 一个礼拜 好 把网站上的资料拿 不只网站 网站看了以后 里面还有东西 好 你如果给我东西不够齐全 我们再来 一起讨论 好一个礼拜内 一个礼拜内 把你认为 可以给我的资料 我刚要求的 公开招标的文件 截标的文件 还有合约书 散开 好不好 另外问一个也是很扯的事情 比扯人还扯的 看看 刚讲的 这个也没有行政责任的问题 这是不是牵扯到行政院 搞不好都要纠正要谈论的问题 社会部本来要去什么地方 要去南门市场的中继站 代表前政府给你做地 给你做地 盖了一个大家看那个画面 美门美奔 要八千万的钱 结果你说社会部要那个地方 那么好的地方 开一千万 四年就把它拆掉 正面那会名指名高 这个中继市长 如果我没记错 是台北市政府的 他去的 你的土地啊 那个国家的土地啊 我先跟你说 你做这个决策四年 拆掉已经很离谱了 我相信一般人民看的都心疼 更离谱的 你社会部说什么 已经拆掉了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画面 房子被拆掉了 这个本来可以继续用的啊 南门市场 搬进去之后 搬出去之后 东门市场代表市政府外公 他要用 结果你们社会部去讲说 他要在这个地方盖大楼 统地已经被扯了 你还扯 现在说不要 我所了解的是 那个唐部长跟我讲过 他 给他什么地方的房子 他就去住 所以 国有财产署 给他什么地方 就去住 现在 因为他 因为他 没有 没有说是要或不要 他有跟我讲 是 国有财产署 给他什么地方房子 他就去住 现在是国有财产署 所以他还是可能去是不是 没有说不准去 那一个地方 他现在说不准去 你怎么不准去的地方都撤出来啊 那一个地方 将来 又要做其他的一个用途 他去了以后 又要再搬 这会更 增加更多的装房费 苏家庭 苏家庭这两个问题啦 第一个 为什么一个118的 118的房子 四年要拆掉 对得起人民吗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 为了你数位部 跟NCC要去 已经拆了 你去那边 已经一为平地了啊 已经拆了 你现在说不去 对 刚才讲的 那个房子是台北市政府的 对啊 台北市政府 也是人民的钱 人民哪岁钱 台北市政府 我们尊重那个地方自治 唐部长是跟我讲 政府要他去哪里 他就去哪里 主委定我先请教你啦 是的 我们从人民的角度去看 第一个 118不应该 花下去四年被拆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站在主机长的 帮人民勘检荷包 你是收的资金耶 对不对 你现在要去不去 已经贴影了 你资金也没了 但是我市政府本来要给你资 你也没了 你不是对你也是损失啊 对我们国家也是损失啊 你为什么那个租金 那我要问啊 那个租金没有那个钱 要找谁要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本来很好解决的嘛 这个是南门市长后出的 都没有市长进的 啊你也收到租金 就你现在租金也不要 可能要要问国有财团 我不能跟说 有某一个步骤 就全盘把它的一个 主机长你平常是很有担当的人 你今天回到的事情都是 现在市委部的事情是国有财团 你是有担当的人耶 你是我优秀的家中学长 但是不能做 你评价是高的 你今天今天都撒起包围去 那个张伟元齁 我看这样子齁 第一个这个主记总处这边 我们做个ending好不好 你等一下做个ending 今天省记长刚好在 有风骨的省记长 这个案子 跟刚刚一样 查清楚好不好 这个直接带我跟你说 这个案子 尚去感参与 不只是纠正案我跟你说 搞不好 有好几个人要被弹劾 那个主记长你可以 很清楚的表达 这个案子你会查清楚 第一个都要告诉我 省记长 省记长 我只能就把 他说是省记长 处理过程 省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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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对这个案子 委员关心 就是我们的数据 我们来处理 好啦 好 好啦 主记长是这样 好明年就长 好不好 这么当了这么多优秀的 主记人员跟省记人员 我一开始都放了他们 刀怀念的 这段时间 主记人员 要辛苦 对国家有共演 看起来人民的报 你大部分的地方有守住了 可是为什么一个数位发展部 诶 你一个办公室你要怎么租 你行政医师 要点是清清楚楚的 340人的人 可以做大大办公室 每一个人空间多大 这都是有要点的 知道 回归法律面 帮人民看起来何报 就是说 主记总是有权益去调的 我们都会去调 好好啦 那提供一个不代表提供 好 好 学长 好 有三个都家中的 好 谢谢 好 谢谢 希望我们都是家中之光 帮人民看起来何报 好 谢谢 谢谢张委员 接着我们请蔡宇余委员 蔡宇余蔡宇 蔡宇不在 请我们政天才政委员 这个主要权责是审计部 审计部要加油 审计部啦 审计长 审计部啊 刚才 这个委员提的都是审计部的事情 审计部要加油 要提出来 要请哪一位 好我们请主记长 好主主记长 诶 那个 好 午安哈 这个建制原住民族族群主流化 友善公共空间的计划 延民会提出来 一再的被阻挡第一次第二次到第三次 减少经费 这个已经核定了 但是现在要去检讨 是说 他的计划的内容 非常好 但是一直被 这个 好 像这样的一个 本来要盖十处 部落都市的原住民族的计会手 因为你的经费减少 所以只能剩下三处 一个计划 一个计划 中长城计划只有三处 本来要十处 减少了七处 它不得不减少 因为你的经费减少嘛 不给它那么多嘛 所以它只好减少 好 像这个 营造文化公共空间也是一样 本来要二十处 好 因为你经费不给它那么多 所以它只好减少 好 是减少 所以这样的一个 如果我们再去对比刚才讲的那个 那你看 真的是这样一个 好 请说 一个弓箭计划 弓箭计划的话 审核 因为它要计划审核通过 才会到我们这边编预算 所以它的弓箭计划 主席长 他每年有一定的 主席长 我都问过了啦 没有 我跟我讲 很多单位 都会最后把责任赖给主席总组 谢谢 国发会召开 这个计划是报行政院 行政院交付给国发会来 审查 国发会审查的时候邀请的 主要的 就是主席处 没有啦 我们主席处只是 可以表示意见而已啦 整个哈 第一次提案 第二次提案 第三次提案后来 这个相关的这些最重要的 都市原住民聚若的营造 聚若永续新家园 本来 要改善六处 然后需要的经费都提供 结果后来因为经费没有给那么多 只好减少啦 所以这个部分 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个部分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就看计算书好了 一百一十三年 今年的计算书 只有编列六千万 非常的少 跟我在过去台湾省政府的时候 针对都会期的中长城计划 要比哈 真的是差太多了 这里面包含了 都市 都市地区的计会所 祭典藏手 永续新家园的这些计划 一百一十三年度才六千万 这么大的都会期 从基隆一直到高雄的都会期 像这样的一个经费啊 真的是太少太少了 而且很重要的 我们来看这个 一个新的计划 不该编的编了 该编的没有编 这个经费已经够少了 结果你看 委托办理计划补助 审查评比作业原则 规划建制 资讯整合系统 先导及教育训练 多少 变了这么多经费 然后还有委托办理什么 业务先导经费 什么媒体政策及业务先导经费 变了那么多 千万十万三百万 你想想看 一个新的计划 我要盖个部落机会手 还没有盖啊 我要盖个都市原住民的机会手 还没有盖啊 就花了这么多的先导费 该编的不编 现在这钱已经够少了 结果还先导费变那么多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会去了解 因为他的执行情况 以及他的那个 我是建议啦 主席长就请 言明会 把这些费用啊 允支到相关的其他费用 可以言之啦 他执行的时候 没有花那么多 他还是要 移到其他地方去 或者是缴户 你竟然去先导了啦 赶快制止 好不好 我不能够用钱去管他们的政策 拜托 这不是政策 议算的执行啦 议算的执行 我现在是 如果有浪费的 我们当然会来 当然浪费啊 你还没有盖 你先导什么 好 谢谢 谢谢我们政委员 接着我们请 洪梦凯委员 洪梦凯 洪梦凯不在 杨琼英委员 杨琼英 杨琼英 杨琼英不在 罗志强委员 主席有请 主记长跟沈记长 朱主席长 陈沈记长 谢谢 委员好 主席长 刚刚我听到你跟 张琪凯委员的答询 那很抱歉 本人就是去年 召开记者会 千拜托万拜托 能够把东门市 南门市场中继站 不要拆掉 留给东门市场 作为中继站 1.8亿 是名指名高 你知道行政院 当时给我的回答 是什么吗 因为那个 我们没有经管 这个 我告诉你 你刚一直推给台北市政府 说台北市政府的房子 可是你知道 台北市政府 来看一下公文 看一下公文 那个简报的公文亮出来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要求 请求 行政院 可以把 華光特二用地 作为东门市场 改建的安置市场 也就是希望能够延期租用 台北市政府有没有行文行政院 我不清楚 我告诉你就是行文行政院 你知道行政院怎么回答吗 他说不行 因为这块地 要拿来去盖通讯 传播委员会 跟书发部的办公大楼 所以 无法同意 贵府延长租用 你去年六月五月 是跟我这样讲的 结果你刚刚跟张奇凯说 你说这个是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的房子 地是国产署的 他拜托 千拜托万拜托 说你今天 南门市场改建完成 东门市场也可以用这块地 就不用拆掉1.8亿的这个建筑物 结果你们行政院跟我讲 不行 那一块地 我要盖速发部 然后要求说 叫东门市场 就在速发部 这个所谓的 准备要用的这个地 南门市场中继站 旁边 旁边 就是旁边的空地 另外盖一个东门市场中继站 这已经是非常离谱的事情 你速发部 当时你有本事 你就盖旁边工地 那你为什么今天硬要拆掉1.8亿 主计长 这不打紧 省计长我也拜托你 这件事也请省计部查一下 这就算了 我上次执询书发部 我真的拆了你 要被气死 我说 为什么你们这个 一定要拆那1.8亿 一定要干你书发部办公室 你这么伟大 唐凤竟然跟我讲说 没有 我没有要去那里 所以原来全部都是一场误会 主计长我请问你 你掌管我们国家主计 谁想掌管我们国家审计 你觉得这样浪费公帑是对的吗 我们会去 都请我们的那个系统的人去了解 已经拆了 瓦力一堆了 真的没有这样干的啦 那你是跟我讲去年5月 行政院给的公文是骗大家吗 他当时是用这个理由说要拆掉 这个中计站1.8 用这个理由说要拆的耶 那他是骗人的吗 所以我真的拜托沈记长 因为你有沈记政府财政 的一个责任嘛 这件事情真的好好去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政府是这种态度来花公堂的话 那真的人民的难怪 在书发部被称为所谓办公室发展部啊 他不只是出机要花很多 然后装潢要花很多 你搞到行政院为了他拿他做借口 拆掉1.8亿的南门市场中计站 现在东门市场遥遥无奇啦 东门市场就在中正区跟大安区交界处 就是我的选区啦 我代表他们出来开记者会的 到现在没给个交代啊 对得起这些东门市场 现在正在等待 等待搬迁的这些 我们摊商吗 你觉得对得起吗 如果当时不要拆掉 现在东门市场的摊商就已经进到里面去 东门市场就可以改建了你知道吗 现在遥遥无奇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盖出东门市场中计站 什么时候搬 什么时候盖完 什么时候再搬回去 你浪费公堂也整个耽搁了我们今天 东门市场的整个的改建的程序 过程还浪费了1.8亿的公堂 这事情离谱跟可恶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边我真的还是再次的拜托 主计长跟沈记长 真的回去督导一下这个速发部啦 办公室发展部啦 三千万装潢不够 对不对 几千万的租金不够 搞到最后要去抢抢东门市场的用地 冥地 最后来跟我讲我没有要盖 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 政府怎么会允许这么离谱的事情发生 麻烦两位 主计长沈记长真的多关心一下 以上 谢谢 好 谢谢我们罗委员 接着我们请郑政权委员 郑政权 郑政权 郑政权不在 林楚音委员 林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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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楚音不在 徐新云委员 徐新云 徐新云 徐新云不在 苏清权委员 苏清权 苏清权 苏清权不在 中嘉宾委员 中嘉宾 中嘉宾 不在 今日登记发言的委员均已寻达完毕 现在处理临时提案共一案 请议事人员宣读 临时提案已案 全国军公教人员薪资分别于107年 调升3%及111年与113年调升4% 未免军公教人员辛劳及贡献 引导民间企业共同加薪固执肯定 为调薪后对地方政府之财政支出 中央补助之对象及标准比例却有不同 然而薪资调升当年 对地方政府财政冲击尤其剧烈 且作为地方政府主要税收来源之 房屋税低加税 因近年房地产景气趋缓而衰退 再者地方政府负担国中小 教育人员及警消人事费 人事费用一属沉重 原考量近年中央税收均大幅超收情形 主计总处应于一个月内 将地方公教人员调薪后 中央补助机制制度化 并针对调薪当年给予地方政府权额补助 以缓解调新队 地方政府财政之冲击 提案人李彦秀 赖世保王鸿威 林德福 颜宽衡 罗宁财 陈玉珍 以上宣读完毕 我们先请问这个行政机关有没有什么意见 来 请说 到了 都有刚才跟那个提案委员提到说 做文字修正 就是主计总处应于一个月内 就地方公教人员调薪后 中央补助制度化提出书面报告 以缓解调薪对地方政府财政之冲击 也就是那个 导述第三啊 那个将改为旧 制度化后面是提出书面报告 并针对调薪 当然给予地方政治权额补助 那几个字 对 对 而且全额补助 你现在赖斯保元 那个 那个主计长啊 是的 你这个完全腰斩他的意思了 完全 人家是要你全额补助地 因为 你现在讲的 他讲我的账毒 我认为这个挑衅 4%3%4% 都招民主 都能救 啊结果地方政府要买单 我请教啊 你們挑衅地方政府要负担多少 地方政府要负担多少 跟我讲 主席 可不要问一下那个 那个好像有跟 他在问 不 我问一下 因为他有提案 他也有提案 他也有跟我讲 共同體驗 我們先了解一下 不是 我現在就問你說 地方政府有沒 你告訴我地方政府要出多少錢 比如說我加10塊錢 中央出幾塊 地方出幾塊 你告訴我這個檔案這麼困難嗎 提供一下數據 中央請客地方買單 中央提供多少 如果是有差短的 有財政收支差短的 我們會全額補 那如果是他沒有 差短的就按照 財政收支的 那個 就是按照那個分級嗎 按照分級的那個 跟那個分級無關 是財務狀況啊 他的意思是比較窮的他們補助 比較有錢的像金門就有錢 就你們負擔多一點 這樣就對了 你要講一下負擔多少 我把它弄清楚 百分之多少 地方政府全部的話 有180億 我們說的是你們要負擔多少錢 沒有沒有 那個我們是負擔 125億 所以中央政府總共 全部負擔125億 180億裡頭你們買單125億 是這樣子嗎 另外55億有地方政府負擔 按照各個縣市政府的財政能力 比較有錢的就負擔 不是財政能力 財政收支那個跟財政能力有關 按照什麼 按照基本財政收支的那個差短的情況去補助 差短是指說 比如說金門縣政府比較有錢就負擔多一點 對就是說 你不要一個公公的金門 對 那個我們是說他有財政收支他有差短的 我們就會補助 其實這樣欠錢的是有負債的 對啦 那個跟負債 那你再講白話一點 那不能撩來撩去 那比如說金門縣跟台南市都是第三級嘛 那個跟集內的 那會一樣嗎沒有關係 那是當年度的財政狀況啊 基本財政收支有差短的財政狀況 補充好像主席補充啦 請說 像金門縣政府的財政很好 他就出了少啦 就這樣講啦 用什麼標準有沒有舉債啊還是 基本上都沒有出 但是也不是分級用什麼標準 主委長那個差短你跟他解釋清楚 你解釋清楚我們都聽不懂 你解釋清楚 比如說金門縣跟台南市都第三級 不是差短啦 今年沒有差短 可是我們本來他要自己負擔 我們還是額外的補一半 所以金門補一半 比如說台南市呢 也是第三級 他也是一半 台南市你補多少嗎 台南市補多少嗎 他也一半 台南市一半 台南市一半 金門一半 台北市補多少 台北市補多少 也是一半 那你總共補了超過一半耶 180補125 所以有的縣市他們自己負擔多一點就是 有些縣市沒有 他如果有差短的就全額補助 哪些縣市全額補助 對 主例 哪些縣市全額補助 Name a few Name a few 講一些 大部分都一半 那哪些縣市全額補助 對 主席你會後這個已經是一個事實 就給大家一份就好啦 對 幫你所有縣市唸一遍 不是 不要縣市唸一遍 因為他說那個標準我們好像都聽不到懂齁 你你有理解嗎 他那個標準到底是 應該不是說我們也不是按照分級嘛 是按照差短 所以如果有欠錢的有短處的縣政府 就基本財政因為那個財政收支方法裡面 一個統籌分別式辦法裡面 有一個基本財政收支差短 是 那個有差短的就是說 他基本的財政 一個 柴米油原降助差 最基本的不夠 我們對 沒有啦 那個 那個主席長我請教你啦 這個都 這個都貼替我這種講話啦 我想 這個不分黨派的啦 嗯 因為 李燕秀委員他的 他的 他的 他的主要的訴求重點是 調薪應該給地方政府全額補助 因為 中央 我到現在才 才發現有這樣的一個事實 以前都沒有注意到 就變成說 花費一包 結果有多分 這個地方政府出很多錢啊 地方政府出三分之一啊 三分之一以上啊 三分之一左右啊 對不對 所以不是 要講 不是全部你們的地方政府也有啊 是不是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 能不能夠這一部分 中央決定 全國的軍公教都要挑釁 就中央全部買 他再問你這一點 那個是不可能 因為那個是地方自治 他是地方的公務員員 本來就是應該有地方政府來負擔 知道 只是說 那我請問你能不能夠說你說我加4% 台北市政府能不能說我加6%可以嗎 那個是主計人員 那個是人事的規定 主計人員 你剛說那個是地方自治 要多少地方就是 那現在 他說要造你們 他給錢要造你 人事制度是 就是說公務員 有一定的標準 主計人員 你不要這樣說 說我要講4% 你們其他政府都不能加 能不能解 也不能解 4% 結果錢都 大家都會到處 這個東西不通 邏輯不通 沒有 沒有 我們是根據那個補助 根據財政收支 就是 調新的標準是 大家 全國購物人員 同等級的 都是怎麼去調 那有一定的規定 那至於補助是另外的補助辦法 那補助辦法 我就是一個原則 有財政收支差短的 我們會補助 我的意思就是 這個credit 這個話聲是中央政府 理論上就是 中央政府全部買單 怎麼會扯到地方政府 我就看不懂 我就聽不懂 意思是解 那個是 是 那個人事制度說 這個要調新是 全國一致的 對啊 全國一致 所以應該全國 就你買單 為什麼就地方政府買單 他買中央機構的 地方是地方政府負責的 薪水都應該一樣 如果地方 要自己負責的地方 那我可以說 你調4%我調5% 我沒錢調3% 可以啊 可以啊 這不可以 我們人事是一條邊 對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說 反正要吃什麼 我中央政府 點什麼菜我中央政府決定 但是要負責 要算你們一起來分 這樣有道理嗎 沒有啦 沒有啦 出去吃飯不是這樣子的 這樣齁 那個 因為這個 也有做相關的溝通 那主席 主席長這樣子 不然怎樣 不然的話就這樣子 剛才那個都不要 就是說 主席總是應於一個月內 將 將那個將改為原意 後面都不改 喔 沒有啦 OK啦 將地方公教人員調新後 中央補助 接著 制度化 他的中心思想 就是希望你全部補助 所以你 我可以放嗎 可以 那就不要提出書面 就是將一個月內 把這個制度化 針對調新內容 給予地方全力補助 這些都不化掉了 以緩解地方 沒有 應該是 主席總是應於一個月內 原意地方公教 那個 將 將改為原意 來 主席長 主席 報告主席 改一下啦 好不好 我替你改了齁 反正好朋友沒有幾天了齁 這個齁 來 一個月內 對 主席總處針對 後面這裡 完全一樣 然後呢 針對 調新當年 給予地方 政府全力補助 提出評估報告 這樣 比較完整啦 一樣啦 提出評估報告 一樣的意思啦 其實都是叫你們提報告 一樣的意思啦 反正你就是 他的意思說 只要報告 怎麼寫都可以 只要不讓他出錢 評估報告也是弄這樣啦 就全力補助 他要的中心是 全力補助 你要針對這個嘛 出掉 提出報告 對啦 他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寫報告 寫多少都沒有關係 反正全部是要從他口袋出 對啦 主席我插播一下 那審記長欠我一個報告齁 那個要 早上我問你那個齁 要兩個月齁 兩個月齁 你不要討我六月底了 齁 那太久啦 那個哪有那麼多事啊 可以可以 審記人員工作的人 你至少要520之前給我嘛 好不好 這樣可以了吧 他跟520沒有關係 520之前給我 你520還是可能繼續啊 他520之後不見了我怎麼辦 嘿 你要520之前給我 你是主席長是說520之後提報告你同意 他 憲起來在啦 但是你還是520之前給我啦 你這個應該在520之前提出來吧 要等到520之後 好啦 來我們來這個 把他修正的練一下吧 修正這一段 他在修改當中 主席長這應該在520之前提出來吧 還是之後 沒有我說主席長 你們這個就兩個月嘛 趙哥哥 對 一個月喔 這是一個月 對 反正你就是要寫報告啦 不要給錢 好 修改以後 再唸一下 我們請議事人員唸一下 你要來看一下嗎 這個沒關係啦 來 你看一下 這個不是賣生器啊 不用擔心 不用騙你 不用騙你 不會啦 我們沒有人敢騙你 來 直接從這邊 好 可以啦 反正只是寫報告 都跟你說 提出書面 評估報告 提出書面 對啦 加書面 他要加書面 可以啦 加書面 本來就是書面的 評估就是書面的 好 來唸一下喔 議事人員唸一下 宣讀協商結論 倒數第四行 後段 主計總處 主計總處 應於一個月內 就地方公交的人 調薪後 中央補助機制制度化 並針對 調薪當年 給予地方政府 全額補助 提出 書面評估報告 以緩解調薪 對地方政府 財政之衝擊 訓練完畢 好 沒有意義喔 各位沒意義 我們就照協商的結論通過 好 謝謝 今天會議座如下決定喔 報告及巡查完畢 委員質詢及會及答覆或 請補充資訊請 行政院主計總處 審計部 於一週內 以書面答覆 委員您要求其限者 從其鎖定 本日會議成績已經進行完畢 如有 有嗎 有人用 有沒有書用那個 沒有書面質詢的喔 那就沒有 如果不在場委員提出書面質詢 並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請議事人員協助處理 好 上會吧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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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